一堆小样,然后我买的是这个卸妆膏 是不是应该这样展示一下 看这种专业的手势 这个快递我超级期待的 我有一次不是晚上挺晚的时候发动态说这本书太危险了吗 就是因为我在看那个文景出的中国人超会吃 里面就讲波波鸡 我就在网上下单了这个波波鸡的调料 但我估计我妈可能会看我这个视频 我妈不让我吃辣的 妈妈,这个是两拌菜的调料 一点也不辣,非常的清新爽口的 你相信我 气死我了 为什么,他就不能再给我封一层吗 我刚刚拆快递的时候 那个剪刀直接拉在我这本书的线了 这是我在京东上买的那个书 你看 来,先拆这个 这是我买的健身裤 这就是一条平平无奇的健身裤 好像秋裤 这是什么书 这个是三毛的 我的灵魂骑在纸背上 哇,这个封面看起来好好 就是真的像那个画的蜡笔花一样的那个感觉 三毛我是在上学的时候有看过他的一些书 比如说梦里花落知多少了 哎,话说梦里花落知多少 是不是郭敬明也有一本一样的 我也看过郭敬明的那一本 三毛呢,我在上学的时候 读到他跟何希的爱情故事的时候 还是非常非常震撼我那个幼小的心灵的 哦,这个是李乌鸦给我寄的快递 羡慕吗,羡慕吗,羡慕吗 看读书区视频的小伙伴 一定知道李乌鸦爱学习这个up主吧 成年人的谎言是我最期待的 因为纳布洛斯斯部曲是把我带回阅读的那一套书 这次以后就慢慢走上读书 然后并且成为一个读书up 坐在这里跟你们聊天 最好的决定是讲那个16个没有选择声誉的作家 他们关于生孩子这件事情的观点 拍电影时我在想的是 哇,这个封面好可爱啊 天哪,一本书的封面好看,真的好加分哦 他还有给我寄一个书签 是王尔德的礼貌书签 上面写着心是用来碎的 哎呦,好文艺哦 你们都感受到我的开心吗 下面这套书应该是今年双十一期间出的最让我心动的一套书了 就是这个简奥斯丁的布面 太漂亮,太貌美了 为什么现在书都做的这么好看呢 这在家里放的就是装饰花啊 简直 当然我一定会好好去读它的 简奥斯丁我是有白色的那一套的 但是这套,嗯,以为太好看了吗 这一套呢,是上海艺文的吴迪艾伦作品 及中央公园西路 是我最期待的一本 也是我之前 是不是在小园那里种草的呀 我看完它的视频之后 种草了午夜巴黎去找来看 真的非常好看 在这里也推荐给大家 啊,拿在手上的感觉好好哦 关于宗教,我不信来世 不过到时候我会戴上换洗的内衣 哦,这是三顿半 这个是随行杯 哇,和我今天的衣服颜色还蛮搭的呢 这个球 哦,这是牛马 三顿半出的新品吧,是茶 里头这个应该是小玩偶 好像是个盲盒 啊,我真的好可爱 看到没,看我专业的美妆首饰 拆快递也太开心了 这就是工作的快乐吧 不工作哪来的钱 没有钱怎么能够享受这种拆拆拆的快乐 还有一个这个 一个笑脸的小胸针 超可爱 我给它戴在我的衬衫上吧 虽然我今天已经戴了一个胸针了 我戴的这个胸针是上海艺文的 刚好我把这个戴上 这个摘下来给你们看看 上海艺文的文创 在帐篷里看书的小人 应该现在还有在卖 我还买了一个花束的那个 送给了一个我特别喜欢花 然后并且也喜欢看书的朋友 还买了一个文具托牌的那个 送给了塔塔 因为塔塔不是写读书笔记吗 但是我跟你说塔塔气死我了 他以为那是一碗牛肉面 他发朋友圈拍照的时候呢 把那个晖装倒过来放 我就问他你为什么把晖装倒过来放 他说啊,没倒过来啊 那不是个碗吗 我说那是个盘子 盘子 气死我了 有一说一 三顿半的咖啡虽然不便宜 但是他家咖啡拆快递带来的那种体验感 真的是绝了我的天哪 这个世界上怎么有咖啡这么美好的东西 接着猜 下一本又是书 而且是我特别喜欢的一板星太郎的白兔 儿子杀了人 持枪男子闯入家中 还冒出一个厚脸皮的小偷 是的,我经历了许多 其实我觉得一板星太郎的故事 如果你看简介的话 你是完全没有用的 因为你盖的不到他那个点 你一定要去亲自读一板星太郎 这样你才能感受到他的魅力 他真的特别特别会写故事 金色梦香 双子星 都非常非常推荐大家 一定去找来一看 我好像越来越激动了呢 小点声小点声 别这么吵了 这本书的名字就非常重磅 有生之年一定要读的1001本书 他跟我之前在视频里讲的那个魏靖的杰作 是同一家出版社的书 他家就是老是出这种像书单一样的书 你做读书up之后呢 就非常容易被别人觉得你很有文化 有的时候呢 大家讨论的那个书呢 我根本就没听过 但是我又不好意思去问那是啥 因为大家讨论的时候就有一种 就是是个人都知道的感觉 就是你听过那啥啥吗 旁边的人就可能就会答说 对啊那本书特别的经典 一定要读一读哦 这本书就可以当做一个大字典 来查那些经典名著作品 有了这本书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 我没有文化了 这个是盐仓 每年我都会送我朋友日历 你买来一个日历 让你朋友放在办公桌上 他每天翻的时候都会想起来你 就是虽然你只送了一份礼物 但是可以让这个人天天都想到你 就这就是占了大便宜啊 今年我给他选的是这个旅行日历 因为疫情嘛 大家都没法到处玩 送一个旅行日历 我觉得还是蛮适合的 除了日历之外呢 我还入了两个盐仓的本子 一个是这个自律手册 我还挺喜欢给自己设定那种 什么月目标周计划的 另外一个是一个金军手杖 它这个是莎士比亚的一个金军 叫凡为过往皆为序章 这是我买的收纳盒 是想要来放那个喝咖啡的杯子的 是作家出版社的复苏人 他说科学幻想与社会预言的完美结合 理工科学霸 不对 理工科学霸 什么理工科学霸 理工科学霸 科幻力作 带你走进中国版美丽新世界 下面这个快递是小韩给我寄的 因为看熟认识了超级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然后大家有的时候会互相寄出 寄礼物啥的 好开心哦 他给我寄了两本巴黎奥赛美术馆 是他买重复的 他为什么会买重复呢 有这个疑问的小伙伴们 可以去看这个up主的视频哦 你去看一看他到底有多少书 你就知道他为什么会买重复了 而且还买重复了三本 自己留了一本 我一本 塔塔一本 给我寄是因为我跟他寄了这本书 焦虑的人 他还给我寄了两个本子 好少女的本子啊 这个是一页给我寄的试读本 我在豆瓣上参加一页的那个活动 就被选中做这本书的试读了 哇超精致的 快看这个袋子 你就说我怎么能不喜欢一页呢 再看这个试读本 啊我都不舍得给它打开 这个书等出版的时候 封品是长成这样的 我的这个应该是一部分节选吧 两封信分别是这本书的 则编苏俊和艺文馆主编恰恰老师的信 我超级喜欢恰恰的 如果你们关注恰恰的豆瓣 就会发现它是那种 就是特别有个性的那种女孩啊 就是它是我永远没有办法成为的那种女孩的类型 啊一夜就一个试读都搞得这么有心 绝了 哦这是我买的咖啡 大连本地的一家咖啡厅 他们有卖他们自己店里的咖啡粉 它家的咖啡粉我还买过挺多次的 这次我还买了它家的这个 华尔 绿药拼配太空小子和花大姐 这些我都是在店里喝过的 特别好喝 它家的咖啡厅叫老美丽 也是属于大连本地非常知名的一个咖啡厅 如果你们以后来旅游的话 可以去试一试啊 现在就拜来了 现在大连疫情了 来了就变航走了 这是我买的那个疏通下水道的 就是定期肯定是要清理下水道的 我是看霹雳的豆瓣种草的 霹雳就是文化有限的那个主播 杨大一老师的老婆 霹雳就是生活上的KOL 所以她推荐的东西 我都特别放心的跟着入了 我用一用我来告诉你们好不好用 不过我好像也没什么机会 跟你们说好不好用 因为我是读书up 终于剩下最后两个会计 大唐迪宫案其实我是有第一级的 但是这一次我是一次性 把第一级第二级第三级一起收回的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因为当时双十一的时候 一次性买这个大唐迪宫案 是送这个蒋奥斯汀的一个脚夹子的 我就一直特别想要一个这样的夹子 做手装的时候把本给夹住 最后这个箱子 我估计是我的擦脸巾 为了录这个视频我一直没踩 我都已经没有擦脸巾用了 这擦脸巾就没啥了 就是我一直用的全棉时代的那个擦脸巾 好了这次的开箱视频就录到这里了 手啊也剁的是差不多的 一次性也囤过了半年左右的一个生活用品的量 拜拜 很久以前有一个大财主 他非常喜欢书 晚年的时候 他在一片洼地上建造了一座高高的图书馆 图书馆建成后 所有的楼梯和梯子都被拆走了 大财主死后 图书馆的四周涌出很多水 而且水位在不断的上涨 想要进入这座图书馆就只能驾船前往 随着水位的上涨 你每次驾船前往能够看到的书也都是不一样的 在水位先上方的书是你能够看到的 再高一些你就读不到了 因为你拿不着 然后再低一些 因为被水泡就已经不能读了 所以当地的人都在传说这个故事 他究竟把什么样的书放在了这个顶层的书架上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小炮 刚刚我跟大家分享的故事都来自于 我去年跟大家年度推荐的一个绘本 叫做有呀有呀书店 这个书店 这本绘本的作者呢 吉竹申介 是日本的一位超人气插画师 他的很多作品风格呢 就是你看到的这种样子 就相对来说比较有特色 而且比较卡通 虽然这个整个书的风格 感觉看起来好像很像儿童绘本 但是因为它是关于书店的一个题材 所以我相信很多 只要是你喜欢书的人 一定会对这本书非常感兴趣 因为它里面讲到了很多奇思妙想 那吉竹申介呢 它的很多作品 基本上都充满了一个特点 就是它表现出来的是 孩子身上的大人气 和大人身上的孩子气 很多书你在看的时候呢 你就会忍不住这个嘴角上扬 惊叹于这个作者 居然有如此大的一个脑洞 我最近在读它的一本书 叫做想呀想呀想不停 这个想呀想呀想不停 是吉竹申介的一个灵感笔记 当我看到这个灵感笔记的时候 我就觉得它跟我想象的真的特别像 基本上就是对生活观察特别细致 然后并且脑子里会想象出很多 就是我们没有想过的事情 它这个灵感笔记 其实应该是它为了自己的创作 而记在小本子上的 当然因为真的比较有趣 最后就集结出来 出版成了一本书 然后里面呢主要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叫不经意间想到的事 它这个里头呢 有讲到很多自己 就是在生活中看到一些小的现象 而展开的一些小的观点 比如说他在拍富士山的时候 他突然想到一件事 他说其实所有的风景画呢 都应该算作是偷拍 因为你在拍照之前呢 你又不会去争得这个风景的同意 其实又是生活里头很多 那种很细小的点 我们觉得习以为常的事 但是被他写完之后 或者说在他的脑子里 被他想过之后 就觉得原来还有这么一个角度 觉得蛮有趣的 第二个部分呢 因为是父亲而忍不住思考的事 是有讲到和孩子在相处的过程中发生的 如果已经是为人父为人母的话 估计会比较喜欢这个部分 整本书里头呢 我最喜欢的部分呢 是第三个部分 最前思考的是 里面我随便跟大家举一篇 我比较喜欢的 叫做什么是工作 其实工作这个话题 就是现在大家没事的时候 你都会时时刻刻被提起 因为工作现在压力比较大嘛 基础深界在里面呢 有很认真地讨论了一下工作这个问题 工作就是在不会做的时候 做不会做的事 听这句话的时候 你就觉得这是什么胡说八道的言论 但是我们说这句话呢 其实经常换一种形式 以工作就是让自己 学会去做不会做的事的这种形式 而被人提起 后面这种说话形式 确实我在工作里头会挺经常遇到的 当你遇到一件新的事情 这个东西你不会做的时候 你就会被经常的鼓励去说 但你去学一下呀 这样你不就有了更多的技能吗 然后在日后的时候 早晚是可以用得上的 但其实这件事情 你仔细想想就真的是蛮奇怪的 让自己不会做的事情 保持不会做的状态 换句话说就是不去寻找自己没有的 而是努力磨练自己已经拥有的能力 就是这个点我觉得还是很认同的 因为人的精力就是有限的 你不可能把自己的精力投放在各个地方 那这样你每个地方可能都只是会一点点 又没有什么用处 不如把自己的精力呢 就放在一个你觉得比较擅长的地方 或者你喜欢的地方 让你好的地方变得更好 毕竟是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嘛 你让自己的做的那件事情 变得比较专业就OK了 他在这里面讲的时候呢 其实整体的语言呢 都是比较轻松的 就有一种有一个长者坐在你旁边 在跟你聊天 把很多道理呢 用那种比较孩子气天真的语言 跟你讲出来 他说的后面有说 只要你试着去寻找 就能发现身边也充满了无关紧要趣的事 基本上就涵盖了这本书的整体的内容 还是蛮推荐大家一看的 最后呢 我再推荐给大家两本 跟这本书的风格比较相似的书 第一个呢 就是我最近看完的陶子手记 它的外风是这个 陶子手记有两集嘛 我看的是第一集 陶子手记是樱桃小丸子的作者 它叫做樱桃子 它写的 它的风皮呢 都是这种超级可爱的 读起来的时候呢 每一本都很快 因为它的牌不比较 字就排的比较书 整体讲的所有的故事呢 都是关于樱桃子 他在生活中发生的那些有趣的小事 你在读的时候呢 你就会忍不住想 怪不得他能够画出樱桃小丸子 因为他就是樱桃小丸子本子啊 非常非常可爱的一个人 第二本给大家推荐的呢 风格相对来说没有那么轻松 但是他探讨的问题更有趣 就是这本 叫做那些古怪又让人忧心的问题 这个作者在网上收集了很多大家在网上提出的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 他来做了一个解答 当然因为这个作者本身来说他是NASA的一个成员 所以在解释的过程中 基本上就是物理化学地理生物 很科学性的 很就是一本正经的 可能跟你讲一些胡说八道的问题 就是这种感觉 比如说他的第一个问题 如果地球现在突然停止了转动 但是大气层不停止转动 然后会发生什么样的情景 大家也可以在弹幕里讨论一下会发生什么样的情景 书里头整体基本的风格都是在讨论这种 就是奇奇怪怪的小故事 好 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书就到这里了 下次再见 拜拜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小炮 今天要跟大家讨论的视频内容呢 是关于你认为读书是否需要仪式感这件事 我们在视频开始之前呢 先在弹幕里进行一波讨论 大家请在弹幕里头抠出来 如果你认为需要一点仪式感 需要一些准备就请抠一 如果你认为看出这件事情什么都不需要 只需要把书打开就可以了 请在弹幕里抠二 我们先发起一波讨论啊 然后我也代表我个人观点 我来说一下 就是我个人认为呢 看出这件事情呢 是需要一点仪式感的 然后当然我这里说到的仪式感呢 绝对不是说 比如说我决定今天九点看书 那我于早上六点钟请来 开始沐浴焚香 摘届三小时 选一个凉晨及时 坐在书桌前将我的书打开 然后怎么怎么样 就是这种 我觉得这个方法 应该就已经把绝大多数想要看书的人 劝退在这个准备的路上了 我这里说到的仪式感呢 是你在看书之前呢 可以进行一些小小的物品上的准备 然后这些东西呢能够帮你更有效 或者更快的进入一个看书的状态 也防止你看完之后呢 非常快速的就忘记自己看过什么了 我要讲的第一个类型呢 第一个小准备的东西呢 非常简单 就是一支铅笔 当然这是我的习惯啊 因为我不太喜欢书上有擦不掉的印记 这样我在写的过程中 心里就会有负担感 比如说我随便以我手上拿的这本书为例 这是张艾玲的《倾城之恋》 我翻开这个张艾玲的《倾城之恋》的这个第十四页 我就发现呢 这一页上下呢 我写了几个字 叫这老太太也太抠了 太能算计了 然后我就那天我翻这个书的时候呢 我就回顾了一下情节 她是讲什么呢 她说这个老太太啊 去别人家做客 然后做客到了之后呢 那个男主人呢 他们家的主人呢 就把他这个打车来的 这个三轮车钱给付了 然后正常这种情景下呢 我觉得咱是不是就挺感谢人家的 说哎呀 来你这蹭吃蹭喝 然后你还给我路费报销了 然后呢 结果这老太也不是这样想的 他在心里想的是 替我出三轮车钱 也是应该的 要是我自己来 总得有个人陪了来 多一个吃的 算起来也差不多 我看到这的时候 我就嗯 然后我就在旁边画上了这个线 我本来已经忘记这个情节了 也是我在翻书的过程中 看到了自己的铅笔标记 然后我就进去看了一眼 我说哦原来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我用铅笔 不是说在书上画很多线 明言明俊 而是用来这个做一点自己当时那个扫感想的一个批注 后期看起来就有一种这本书真的读完之后 属于自己的那种感觉吧 就还挺有意思的 然后我在看书画中呢 需要使用的第二类工具呢 就是我手上拿了这个标签贴 其实标签贴这个东西 我估计大家如果只要是关注读书up 看过什么读书类的视频 应该都会在书的旁边呢看到多多少少呢贴了一些这些就是个个愣愣的东西吧 然后那这些东西它到底贴在哪里用来做什么 后期有什么帮助呢 我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是如何进行使用的 首先第一类呢 我在用的过程中呢 是这种 就是比如说扬道这本书为例 我在使用过程中 我是贴在哪里呢 贴在了好词好句上 好这是标签贴的第一类作用 我会在我觉得比较好的句子那里呢 贴上一个标签贴来提醒自己 后期如果我有时间 我会就会将它摘抄到我的读书笔记本里头 比如说我贴的这个劲 写的是一段景色描写 因为李娟嘛 还是写那种大自然的景色描写 写的超级好的 他说阳光畅通无阻的筑满世界 荒野的阴冷地系在阳光推进下 深暗而沉重的缓慢下降 像水位线那样下降 一直降到脚踝处才停住 如坚硬的固体般凝固在那个位置 与灿烂阳光强强对峙 就是我当时看到这里的时候 我就觉得哇 好有画面感 就是那个阴影部分 因为太阳的照射一点一点一点下降的那个过程 它给描写成水位线下降 我就觉得哇 真的一下子那个画面就有了 所以我觉得写的很好 我就在这里做了标签 所以这是我的第一类使用方法 就是贴一个标签在好言好句上 然后第二类方法呢 我会用来做什么呢 我会用来标记一下我的延伸书单 比如说我最近在看的这个文学体验三十讲 它这个第一篇里头呢 就有介绍一本书 叫做是心事孤独的猎手 它在里面呢 讲了一下它的情节 并且这个作者呢 发表了一点自己小小的看法 写的我觉得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通俗易懂的 这个是谁家的 这是普瑞文化家的 我应该是三月八号女神节 在淘宝上参加什么活动 然后买的 买回来之后 最近就有看一点点 还没有看很多 然后我的第一篇就被种草了 这个心事孤独的猎手嘛 第一个是情节很感兴趣 第二个是它里头有说到说 你孤独嘛 你孤独的时候会干些什么呢 人是很孤独的 在深切的爱也难以改变孤独 当时这个话我就觉得写的挺矫情的 但又挺想读的 所以我就去买了 心事孤独的猎手的这本书 想要来搭配阅读 这个就是属于我这个标签贴的作用 它就是标记了一本种草书单 然后让我能够在下次购书的时候 将这个书给它买回来 然后我选的这个心事孤独的猎手 是逸林出版社的这个版本 因为它这个版本还蛮多的吧 然后这个开版比较厚 自己排的我觉得也还算可以吧 因为我还没有开始看 我就是因为这本书种草了它 所以我就准备搭配在一起阅读 它其实讲到的应该是属于孤独的故事 然后大家都在这个小镇上的 这个聋哑人那里 得到了心理上的安慰 所有的秘密都讲给他听 但是这个聋哑人的秘密 又该讲给谁听呢 其实就有这么一个 小故事的情节在里头 好 这是这个 然后我会标记的第三类情节呢 可能是很多人用不上的 就是我个人呢 比较喜欢在我看过的书的 有趣的情节那里 做一个标签贴 比如说我去年超级喜欢的 书店日记的这本书 旁边就做了超多表现贴 它不是说有很多 什么值得我抄下来的话 而是有很多那个句子呢 都让我觉得非常的搞笑 看的时候我的心情特别好 然后我当时就想 如果那个有一天我心情不好了 我就把这本书拿出来翻一翻 果然我在准备这个视频的时候 把它拿出来 看到这一段 我依然笑出了声 它这一段呢 讲到的是 这个店主嘛 她有她的那个手下 有一个雇佣的女孩 然后她现在这个女孩呢 就想让她给她写一封推荐信 然后让她去别的地方工作了 然后这个店主 就是这么给她写的 说萨拉在 道格拉斯尤尔特中学 就读时 每星期六来 威格敦北大街 17号的书店 工作了三年 在这里的工作一词呢 我取其最宽松的意义来使用 你坐到这的时候 就觉得 应该不怎么简单 她要么整天站在店外 抽烟 朝想进楼的人们大呼小叫 她一般不迟到 但来的时候呢 经常不是喝醉了的 就是带着严重的宿醉 她通常又粗鲁又暴躁 然后这些一连串的话 讲完之后呢 她最后说了一句 她是位宝贵的员工 我毫不犹豫的愿意推荐她 就是这个店主 就是这种很毒舌的感觉 她跟我之前看的那个剧 就是Black书店 他们两个是互相的 就是讲的 其实是同一个人的故事 真的非常有画面 就看完那个剧在看这本书 我就觉得真的 就是我的快乐源泉 然后所以 我会在那个 我比较喜欢的情节上来 做标签题 这样我就可以日后的时候 再来回顾这个情节 而是这一类 然后最后一类呢 就是第四类 其实应该是大多数人 做标签的方法 就是会在一些新的知识点旁边 做标签 以便自己后期回顾和温习 比如说我最近在看的这本 叫做躺着赚钱的漫画基金书 它其实就是相对来说 基金入门比较通俗的一本书 然后这个书里头的感觉 跟以前读课的那个 半小时漫画中国史的 那个感觉是相通的 然后这样的写法 不就是更通俗吗 我现在应该大概看了一半读 确实看过的很多东西 就是专业名词 我可以通过它那个话来记住 比如说我在这一章里头 它讲的是什么呢 它讲的是申购和认购 在这一章里头呢 我就做了一个标签 它这里讲到说 申购和认购有没有区别呢 它的区别在哪 认购呢 是人家这个基金成立之后 还没有开始盈利 你就开始买 就因为各种原因 可能相信这个公司 相信这个基金经理 相信什么东西 然后申购呢 就是人家这个基金 已经开盘 已经开始赚钱了 然后你觉得 这个基金涨势不错 然后你再买入 这个叫申购 虽然不是什么 对于挣钱 有很大用处的知识 但是我当时在看到的时候 就觉得解释的 还蛮通俗一种的 然后就一下子记住了 所以我就在它旁边 打入了一个标签 这是我使用标签贴的 第四类的方法吧 就是在知识点旁边 写标签贴 然后这个呢 就是属于我标签贴的 一个使用 然后我要跟大家介绍的 第三类我在家看书 会提前准备的工具呢 就当然这个 只能在家看了 因为你也不能 给它带出去 就是我手上拿的 这个阅读架 我在以前的时候 看到B站各个类读书up 大家都有配置一个阅读架 那个时候呢 我的内心是 觉得可配可不配吧 也没有什么作用 后来我们群里 一起在看书的时候呢 小韩就一直推荐我 买一个阅读架 然后他说你得拥有 后来我入了这个阅读架之后呢 我就发现原来是真的很香 就平时我给它看书的时候 就这样看 或者是低头看 看久了之后呢 我会有点难受 然后立在那里呢 它又立不住 然后所以我用了这个阅读架之后呢 我就像看这种书 比如我最近在看的 《中国颜色》这本书 其实还挺沉的 因为里头好多都是彩色的页 讲的是关于中国的颜色 跟中国相关的这些颜色 它指代的物品和含义 我就把它放在阅读架上 然后立在那里看 然后只需要翻页就OK了 我之前还觉得 就是有两个小班手挺爱事的 但其实夹起来很方便 包括说我平时 如果想要写一些什么 读书笔记了 然后拿它直接抄也很好 要不然按在那里的时候 我还要拿手机来压 就很不方便吧 好这是第三类 我要跟大家推荐的工具 就是阅读架 然后最后一类 要跟大家讲到 是我在看书的过程中 会习惯性的搭配一点点声音 就是太安静了 我也不太喜欢 但是这个声音里头 如果带词 就无论是中英文的 无论听懂能不能 听懂还是听不懂 然后它只要带词 我就会忍不住的走神 所以我一般在看的过程中 会搭配什么呢 会搭配白噪音 其实你在B站上 随便搜白噪音 它就有各种各样的 我比较倾向于使用的是 那个魔法工具集 因为我是哈迷 然后它魔法工具集里头 放的那个感觉 就好像我在魔法学校里 有的时候是在火车上 有的时候是在学校里 有的时候在图书馆里头 就是那个情节 我比较喜欢 所以我就比较喜欢用那个 然后我个人感觉 开白噪音 对于这个效率的提升 注意力的集中 还蛮有帮助的 所以如果大家可以 尝试一下的话 就反正也不费劲嘛 你就搜一下 下次看书的时候 你试一下就OK了 好 然后这就是我要跟大家推荐的 四类关于我在看书之前 仪式上的一个准备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什么 看书过程中 一定要准备的东西 然后也可以在弹幕里头互动 来告诉我 我们来互相证重场 然后最后呢 最近其实我还收到蛮多私信吧 就从我做读书视频开始 一直有很多人问我说 你是怎么保持阅读的 你为什么能看那么多书 你上班的时间不忙吗 怎么怎么的的 就是大概这种吧 其实我吧 在上大学之前 就初高中的时候呢 是特别喜欢看书的 但那个时候看的 还是以什么青春文学小说为主吧 没看什么有用的书 然后后来我大学期间 四年里头呢 一本书都没有读过 然后大学毕业后呢 我慢慢也是接触到一些视频嘛 然后我开始觉得 看书好像也还挺有意思的 我又开始重新看书 然后再加上 我在选书的过程中 其实关注我的粉丝 应该知道 其实还是偏向于通俗 好读的那一个类型书 我觉得都是因为这些书 才能够让我保持 现在的一个阅读的节奏吧 就是我一直在坚持阅读 并且可能每天都在看这件事 如果有很多读者呢 作为一个入门级别的读者 你想要知道 哪些书能够帮你进入阅读状态 哪些书是比较易读的 哪些出版社愿意出版这些好书 并且又很通俗的书 你可以再这样吧 我们这条视频的点赞呢 如果超过500我就专门出一期视频 来跟大家讲一些 那些适合入门级读者通俗易读的书 和通俗易读的出版社 好 然后今天的视频呢 我们就说到这里的 然后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把那个就是我跟你们说的魔法的那个视频 什么魔法的那个视频 哈利伯特的一个陪伴相的那个白灶银放在这里 我把它的声音打开 笑一笑 然后阅读记录点开 开始读书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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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然后呢他有一天出轨了 然后他死了 醒来之后他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蚂蚁 没错如果你生前 干了一些坏事的话呢在死后 你就会变成一些比较低等的 生物比如说希特勒那种呢 就直接去肠道里面当肠道细菌了 那么为了他能够变成 人类重新找回自己幸福的家庭 他就不断的去做好事 去累积好的砝码积德行善 一点一点让自己变成更加 高等的生物依次变成了 天竺鼠母牛还有和人类 非常接近的狗狗最后终于 变成了一个人类重新 获得了美好的人生 这个故事虽然有一点狗血 有一点烂俗但是呢 他其实整体阅读过程是很轻松 很幽默很有趣的所以呢我会把它 推荐给那些我不太爱看书的朋友们 就让他们知道原来看书 也可以很有趣 听了这个内容啊我也不觉得完全是 被这个书的封面耽误的内容 就感觉非常的 真的不瞒大家说小时候第一次看变形记的时候 就是卡夫卡的变形记啊不是湖南卫视的变形记 第一次看变形记的时候 第一次读到它变成了甲虫什么之类的 到底是不是丑 我小胖的同学 让你发个丑的后面给我 莫名其妙发把狗粮过来是怎么回事啊 现在人呢 真的 其实我估计大家看到这个内容的时候 就会觉得 读课的书会占据半壁江山 但其实就是读课家的比较经典 那个三个圈 我个人还是比较可以接受的 然后我选了几个我觉得比较丑的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这个狼图腾 这个丑吗 我觉得还挺好看的呀 就是有那种狼的那种 一个抱枕那么多话 但这个书我在豆瓣上看了一下 它的豆瓣评论 差不多应该有8.2分还8.3分 然后有20多万人读过 所以质量其实应该相对还是比较好的 所以这本书在我眼里 就属于被封面耽误了的一本书 然后我最近呢新发现的一种 我觉得封面也算是比较丑 但是它本身呢内涵特别好的书 就是我手上的这个练策 这个我觉得不丑啊 就是充满了知识的气息 我觉得也是大家有一些回忆吧 哇 你是个抱枕 你在说什么 我上学的时候 我们就是成套成套买的 来做这个五三 五三当年我觉得在练策里头 已经算比较好看的了 但现在作为一个书的封面来说 只能说重点非常突出 但挺丑的 然后最后一个呢 就是我觉得也算比较丑的 就是这个要一年好题 我教物理嘛 然后我对方以前教化学 他也买过 这练策还挺好的是不是 这是这三本里面 最好看的一本了吧 封面 狗粮我可以忍 但是你拿物理书出来 就是你不对 而且你们还是物理老师跟化学老师的CP 我们还是来看一下 在读书区我觉得声音最可爱 最好听的一个博主 好 说正话 好像有点得罪人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今天也想好好读书 但是目前还没有投到CAA 感谢读书区最会做料理的up 李乌鸦老师的邀请 虽然说never judge a book by its cover 但是就是因为封面 我差一点就错过了这些好书 都怪你们封面设计老师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 要吐槽的第一个系列 是王小波的时代三部曲 我小时候最早看到的就是这个封面 哪个花季少女 会想要看这种风皮的书啊 我现在作为中年女性都不是很愿意 好你说这是1999年出版的嘛 结果2013年的这一套王小波经典作品 还是适时20周年纪念版 就不能给人家搞一个好看一点的照片吗 整个系列铺在这里还都是同一张脸 是不是想偷了 说句公道话 因为王小波本来就长那样嘛 对吧 另一套书来自村上春树 虽然这么说很失礼 但是这一套封面看起来不知为何 就特别的像盗版书 当然早期的日本小说封面真的很怪异 比如我本人的最爱春宵苦短少女前进吧 这个封面就好像换给那小子真帅 也毫不违和 还有聂鲁达的这一本 我也觉得很难看 这个田园木格式的封面和内容 几乎是毫不相干嘛 我要是聂鲁达也会觉得好绝望 今天最想给你们看的这本 我完全没有读过 但是之前在网上看到封面 真的觉得精彩万分 不容错过 请看这本重说中国近代史 这位是作者老师 有机会在封面上和另外两位坐在一起 哎呀真开心啊 诶这个logo 好的好的好的那没事了 是不是很萌对 车车小朋友真的像天竹鼠车一样萌 不过我觉得车车说的对啊 就是never judge a book by its cover 在这个注意力稀缺的年代一续 我们都很难做到不以貌取的 但是跟其他东西不一样的是 我们读书的时候 我们读的其实并不是封面 而是书里面实实在的内容 读的是作者写在他的电脑里 或者他的稿纸上面 他的思维 他的思想 他所展现给我们的那个 我们尚不了解的世界 每个书不管封面怎样呢 他真正的精髓 不都是那些在白纸上的字吗 我的意思当然也不是说 所有的出版社都应该学读库那样 把书做成就是纯色的 感觉好像自己私自印的书一样的那种风格 我只是觉得作为买书的人 我们确实应该时刻提醒自己 不要因为一本书的封面去买一本书 也不要因为一本书的封面就错过一本书 既然是世界读书人 也在这里呢 希望我们在未来都可以放下一些不必要的成见 多读一些真正的好书 我的这点做的也不好 所以跟大家共勉 感谢大家本周也监督我读书 记得三连 我们下周见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小炮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新书开箱 三四五月份 虽然我没有更新新书开箱的视频 但是我也依然有才认真的买书 大概也有六七十本的样子 然后从这些书里头呢 挑选出一些 我觉得现在我依然还是非常想要立刻去看的 来分享给大家 如果你对哪本书非常感兴趣的话 就在弹幕里扣一提示我 哪本书的一最多 我就把这本书列入到本月的代读书端里头 尽快看完 下个月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然后今天的书的类别呢 也比较多 有文学评论 然后说历史社科 诗集 包括还有一些心理类型的书 种类齐全 一定能有你感兴趣的那一本 让我们开始吧 首先要跟大家讲到的第一本呢 就是这个 如果没有书店 我是在理想国旗舰 念423的时候买的 应该是五折 并且它还是一个作者签名本 虽然这个作者 其实我并没有很认识 但是它这个内容我还超级感兴趣 它这个书里头列举的呢 都是现在你依然可以去看到的一些书店 它有讲到国内很多 比如说北京 天津 上海 苏州 这些地方的一些书店 作者是以邮寄的形式去写了 自己在这些书店里头的感受 你在看别人邮寄的时候 也会对自己的下一次旅行报一个期许 这个书里面呢 也有很多照片 就相当于说 了表一下无法出门的慰藉吧 这是它 然后接着下一本呢 也是跟书相关的 叫做听书的声音 日本选书人 福允校的工作 选书人这个职业呢 其实它就是在给各个场合的书架选书 所以它有一个名字叫书架编辑 它后面有讲到说 书店 美术馆 医院 机场 餐厅等场所的选书案例全公开 他们是如何选书的 用什么样的原则 哪些书会被人看的比较多 这些也都是我很感兴趣的一个话题 选书人这个职业 听起来真的是很美好的一个职业 然后接下来两本呢 是文学评论类 就是巴黎评论 巴黎评论的一到四我都有入 秉持着这个一家人 必须要整整齐齐的原则 所以五出了之后呢 依然也有给入回来 包括是说 今年有新出的巴黎评论女性的这个 女性作家访谈 我相对来说会更感兴趣一些 里面有很多我读过的作家 比如说费兰特 费兰特的我的天才女友 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 它里面就是把那个女孩之间的那种小心思 真的说得很清晰 就是我觉得女孩之间 可能真的很少会有那种很纯粹的 很纯粹的友谊 就是多多少少也包有一些羡慕和嫉妒 然后包括说的那种 就是那种复杂的情绪在里面 然后费兰特在他那个书里写的就非常好 然后包括说里面还有是马格丽特阿特伍德的 对反正有一些作家我是读过的 我就会更感兴趣一些 然后这个书其实远看还蛮好看的 虽然近看的时候 他把这些作家画的真的是丑萌丑萌的 因为刚好有讲到那个女孩之间友谊的小心思 我也跟大家插补一本书 就是这个《穿断康城的志友》 这个是我刚收到的 我还没有来拆他的诉讽 志友其实讲到的也是两个女孩之间的一个友谊 我不知道是因为我是女孩还是怎么回事 我就对写女性友谊之间的这种故事非常的感兴趣 不知道你们是不是 志友呢他其实主要讲到的还是就是偏向少男少女的那种文学 如果你喜欢这个类别的话 我觉得穿断康城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然后同时呢穿断康城我还入了这个遥远的旅行 遥远的旅行他有说是三个家庭扯不断的爱恨纠葛 我之前还以为是那个游记呢 因为遥远的旅行嘛 然后再看看到它是一个日本的文学 然后并且后面有讲到说三个家庭扯不断的爱恨纠葛 立刻就来了兴趣 他这个书的风皮也很好看 其实他主要就是有点像偏是日式建筑的那种感觉 能看到吗 哇书的风皮好看 真的就会让人很想买很想拥有啊 想要立刻放在书架上 下一个跟那个文学相关就作者相关的呢 就是他叫做没关系是一板啊 你们有没有看过一板星太郎 一板星太郎真的就是人间小太阳 他的想象力真的绝了 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 应该是我所有的日本作家里头最喜欢的一个了 一板星太郎案头案例 他这个上面写的是一板星太郎 三百六十三六五二日 不是三百六十五 三六五二日随笔集 这本书让你的烦恼 不会让你的烦恼消失 但是它能让你看起来可爱一点 我就很喜欢这种看起来可爱一点的作者 读的时候会忍不住露出乙母笑的感觉 因为一板星太郎呢 我也入了这一本就透明色北极熊 说一个小小的冷知识 你们知道北极熊的那个毛 其实是透明的吗 其实不能叫透明 那种偏淡黄色的那个感觉 因为我以前有上课给学生讲一个自主招生的考题 它那个题大概的意思就是 有一只熊走着走着 它掉到一个洞里 然后你通过计算它的下落时间和高度 能推算出它当地的重力加速度 然后那个重力加速度的数值呢 只有在北极和南极才有 所以它那个问题很奇妙 问你说掉下洞里的这只熊是什么颜色的 因为你那个树嘛 只能北极南极取到 所以它是白色的 后来我也是有学生跟我说 老师其实不是的 北极熊的毛是透明的 我听完之后很震惊 然后我有认真地去查 还真是 然后回来 透明色北极熊呢 它是一个恋爱故事集 请听好啊 它这个里头呢 有一篇是一百精彩狼写的 剩下几个作者 我不是特别的认识 但是作为一个恋爱故事集 我觉得如果你喜欢看这个类别故事的话 它应该也不会难看到哪去 毕竟恋爱那个写的有多难看呢 我有点想象不出来 这是这一本 下面呢 还是一个作者和他的作品 就是马尔克斯 它这个书叫马尔克斯 与他的百年孤独 这好像是一个系列书 因为里面还有一个叫做 对决人生解读海明威 当然我对海明威的这个感情吧 它比较复杂 就是我虽然很喜欢他的老人约海 但是海明威这个作人的人品嘛 还是让我有点接受不了 你们在看一个作者作品的时候 会因为作者人品不好 而对这个作品产生一定的抵触吗 我是会的 然后当然马尔克斯呢 这个我就很感兴趣了 百年孤独我是有读过两次 第一次没有读完 第二次有读完 第二次读完之后 虽然没有完整的读懂 但我真的还蛮喜欢的 所以百年孤独我是希望重读的 会搭配这个一起开 4423呢 也有趁机入了这一套 百年孤独的精装版 登登 真的是想买超级超级久了 但是它确实有点贵 这本书是128 而且它上架这么长时间以来 也不参加任何的五折 或者什么活动 然后这次应该差不多是80多 反正参加了淘宝的一个什么卷 这个书里面真的非常的精美 然后书整体开本也很大 字体也相对来说散一些 就没有那么密集 看起来会舒服很多 它这个页上能看到没 上面有很多手工抠出来的 小雨滴的这种印记 然后我当时有跟编辑老师聊 他说这本书 它上面的这个水滴 是那个印刷厂的工人 手工印出来的 那段时间为了赶工 连印刷厂的司机都留在厂里 印这个小雨滴的形状 我就觉得 哇 然后这本书整体的这个装真设计 包括说里面 还有带一些这样的透明的纸 你应该是印在这个书上 透过这个透明的纸来读 对于一些特殊的情景 读起来的时候 感觉还是蛮奇妙的 百年孤独 我觉得如果你是入门级别的读者 还是不太推荐的 我后面也会推荐入门级别读者 适合看的书 但如果你已经读了一段实验书的话 真的值得一看 你耐着性子看下去 哪怕不能完全看懂 但那种就是彩色 看完之后会有一种很奇妙的 很奇幻的感觉 很推荐给你们 然后同样作为拉美文学呢 今年真的是血洗B站的一套书 就是这个罗尔福三部曲 罗尔福三部曲呢 我应该也不用再怎么介绍了 我最近应该会想要看这个燃烧的原野 其实有一说一有一点冲动 因为我还不太了解他们是什么 讲什么的 反正就是听到大家都说很好 然后再加上之前 因为马尔克斯对拉美文学的印象很不错 就入回来了 有一点小小的冲动 还是要保持冷静的 然后接着给大家推荐一个 就刚刚我不说嘛 百年孤独不太适合入门级选手来读 然后但是入门级选手适合读什么呢 暗夜与黎明 我之前在上大学的时候 有一年过年在家看了巨人的陨落 巨人的陨落当时我看到是电子版 但真的非常好看 就是看到停不下来 当时就家里来客人了 我还沉浸在那个书里一直在读 被我爸一顿爆骂 所以让我印象很是深刻 暗夜与黎明呢 是这个作者新出的一本书 其实它具体的内容我不太清楚 但是看完这几个小伙伴 我问了他们的评价 他们都说非常易读 读到停不下来 所以总而言之 我前面看的那套巨人的陨落 包括说它应该都是比较适合 入门级读者来读的一个类型的书 然后接着呢依然是读库的 这个是编辑老师送给我的 上面还有我的名字 你们能看到吗 这里有写着 王小炮要好好读书 敬起开心 然后大山成一郎的字母表迷 大山成一郎 我觉得他的感情真的有点 怎么说呢 因为这本书上面有写我的名字 所以我就很想去读 但是上一次我看他的轨迹博物馆 虽然很多人都说很好看 但我就觉得也不说很难看吧 就是相对来说比较一般吧 然后所以接着次呢 我就决定再给他一次机会 来好好看一下这个字母表迷案 作为一个侦探小说 刚好这个月还没有读侦探 希望可以尽早的读 如果你们对这本感兴趣 不要忘记扣一哦 我最近讲了这么多 最想看的第一本是这个 然后接着下面这个呢 也是一个侦探小说 哎 东野龟吾 希望之限 希望之限 其实作为东野龟吾来说 他的书的内容 已经不是非常重要了 他主要就是这个名字 我对东野龟吾真的是又爱又恨 他那个 我们来刚好啊 发起一波讨论 你们读过的东野龟吾最好看的一本书是什么 我必须投白夜型一票 我也是在家一口气读完的 真的就是好看到 让我觉得 就是自此以后打开了 我看侦探小说和东野龟吾 日本文学的这个大门 然后呢 你们读过 东野龟吾写的最烂的一部作品是什么呢 我看过一本叫做悲剧人 哦 我真的是非常难看 东野龟吾 真是每次看之前 内心都无比复杂 不知道这一本到底是神作还是蕾作 希望这一本应该是神作吧 然后接着下面呢 还是那个套装书 套装书我刚刚没有讲完 这个 托卡尔丘克 托卡尔丘克也是去年血洗鼻战的一个名字吧 就是我感觉我好像每次都跟不上套 就别人都那个血洗完了 然后我才开始那个入手 然后想要开始读 然后托卡尔丘克 应该我会从最薄的这本衣柜 然后这个是迷古之长和怪诞故事集 其实怪诞故事集相对来说 我会比较感兴趣 但衣柜又比较薄 所以我也没有想好作为哪一本 作为我读它的第一本 到时候看着再说吧 怪诞故事集里面 它有说是十个怪诞 疯狂恐怖和幽默的故事集 就是短篇小说集 你们喜欢看短篇小说集吗 我以前特别不喜欢 但最近我就越来越喜欢看短篇小说集了 就是一篇一篇看 一天看一点点 就是看完的那个瞬间 会有一种很强烈的舒适感 然后接着下面的这两本呢 也是一个作者写的 就是唐颖 隔离带和 有有有有 和你一起读卡佛的日子 卡佛其实我还蛮想看的 因为我之前就是对他那个 当我们谈论爱情时 我们在谈论什么 这个一口气都读不下来的书名啊 然后我就对那本书很感兴趣 但是就一直没读 感兴趣的书实在太多了 就觉得看书的时间和看书的速度 远远跟不上种草的速度 然后这个呢 我就幻想吧 自己有一天能够把它和 当我们谈论爱情时 我们在谈论什么 一起拿出来读 这样就可以 有一个对照 但是这本书 其实本身来说 不是写那个卡佛的 就是不是说一个卡佛的文学评论集 它是一个小说 但是我估计应该是 就是风格会有点类似 所以我想拿到一起 卡佛的风格 我之前听博客 大概的感觉应该就是 话只说一半 留半句让你自己想的那种感觉 接着呢 就是跟大家讲一些 就是中国的小说 国内的小说 国内的小说 跟大家讲的第一本呢 叫做这个 叫蒙着眼睛的旅行者 你们有没有 我估计大家应该都看过 B站的那个 但是还有书籍的纪录片 里面不就是有提到 后浪的那个编辑朱月吗 然后当时呢 在逛书店的时候呢 看到朱月这两个字 我一开始想到 就是那个朱月吗 再加上我看到后浪的logo 我就拿出来看了一眼后面 这个书是没有腰风的 但他后面有写照说 不知何时期 很多书的风底都会写上 一段或几段 莫名其妙的话 这是为了宣传的目的吗 就是有点小讽刺的感觉 但他后面又有说到 一个选书的原则 他说选书的步骤是 步骤很简单 你去到一家书店 让自己安静下来 在书架前闭上眼睛 转三圈 接着随手抽出一本书 翻到背面 看到那上面写着什么 然后尽力散发思维 领悟其中的深意 我当时就是被 这段话所打动 然后我在那个书店 买下来这本书 本来是想回来的路上看的 但是回来的路上 在读那个 卡拉玛佐夫兄弟 没读完 就一直没来得及整 希望能够抓紧看吧 这话我感觉 说了好多遍了呀 接着下一本呢 是山居杂役 山居杂役呢 是小韩去年的 一个年度推荐 我还蛮喜欢 看大家年度推荐的 就是你看了一整年 你推荐的书 一般来说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他这里头说到的是 一个大家归秀的 百年家族记忆 首先大家归秀 感兴趣 百年家族记忆 更感兴趣了 这个故事肯定是那种 跌宕起伏 什么在历史洪流下 被裹挟着 什么往前不停情境的 那颗感觉吧 然后当然这都是我推测的 然后但这本书 比我想象的要厚很多 变案里面呢 还会有一些这种老照片 就感觉蛮珍贵的一个留存记忆 然后接着下面这个国传作家呢 是六里庄一案 六里庄一案呢 他其实写到的是小故事集 好像有六十多一篇吗 好像就是他这个里面 就是一个故事就几页 你们去年有没有看那本 大火的夜晚的潜水体 今天我又有读一本风格很相似的 叫做四十歌 也是那种很明显的 就是我们中国作者 有很古典文风的那种故事集的感觉 这个其实也是那个类型 那两本书就是怪 不是怪蛋的 什么怪蛋呢 夜晚的潜水体和四十歌 都是我比较感兴趣 我看完之后我也比较喜欢的 所以这本六里庄一案呢 趁着四二三有活动 我就给他入回来了 然后接下来两本呢 是这个 《泉》 这个《泉》是春山 就之前也是蛮火的一本书 《春山》的那个作者 但这个讲的是武林刷生的故事 就感觉应该会更血气方刚一点 之前那个不是文人的故事吗 然后下面这个 《送你一朵小红花》 《送你一朵小红花》 但他这个书叫做的是 《山花对海树》 这个书的风皮好好看 就很可爱 《送你一朵小红花》 去年我还是没有看的 因为当时那段时间 我心情不太好 就不想去看 那么悲伤的一个故事吧 然后最近 说到这里的话 最近心情还可以 可以拿出来一看了 应该还是比较推荐的吧 然后毕竟《一样千玺》的演技 还是了得的 然后他这个呢 里头就收录的 《送你一朵小红花》的 那个短片小说 并且还有一些其他的书 不是其他的书 其他的短片小说 反正也是一个短片小说集 这是中国的作家的 然后中国作家 还有一本这个 是我在《多抓鱼》上才抓到的 2019女性文学 中国女性文学选 它也是女性作家的一个 短片小说集 然后里头全是女作家 写的一些故事 各个方向都有吧 有关于爱的 关于秘密的 关于远方的 我是之前听 于伟老师的那个播客 他在有期播客上 有讲到说 他在看这本书 我就去《多抓鱼》上抓了一下 然后女性文学 再跟大家讲一个这个吧 给贤男哥的信 给贤男哥的信 这个是去年 应该是前年特别好火的一个韩国文学 就是82年生的金志盈 就是女性题材嘛 都很感兴趣 然后最后一本还有一个小说 就是这个日本的作家 日本作家 狮子之家的点心日 他就是之前山茶花文具店的那个作者写的 山茶花文具店 闪闪 闪闪发光的日子吗 还有个啥来着 反正就好多本都是他写的 其实我都有收 因为它属于治愈系的嘛 读起来会比较轻松 我就喜欢读起来比较轻松 一读好看 一下就能那个看进去的故事 接下来要跟大家推荐的这些书呢 就是非小说类 然后有心理类 电影类 诗歌类和社科类 然后我们开始吧 首先第一本呢 是内向游戏 这本书最近还蛮火的 因为它设计比较特别 它这个书打开之后呢 里面是一篇小图画 底下配几行文字 然后这个图画最好的点 就在于拿手机扫完之后 它是可以动起来的 就是有一种 反正书籍的科技在进步的感觉吧 所以未表书籍进步的一个支持嘛 所以收入来跟大家说一下 然后我应该会计快的看嘛 因为这书超级小的 因为这个呢 内向游戏 它本身就是属于情感类的一个漫画 我最近也有收一些 跟心理相关的书 首先是去年比较火的这个 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 这个就是讲到这个人 去看心理医生的整个一个全情的记录 虽然我倒不是说有什么问题 但是我现在接触到的这个群体 就小孩子嘛 我觉得就高中生的心理 现在有问题的概率越来越高 所以我也蛮想去了解一下的 包括说最近也有收这个 叫如何停止不开心 听起来我最近收的书 怎么那么治愈呢 蛤蟆 这么看 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 问如何能够停止不开心 然后心理医生跟他说 你要进行一个科学的休息 你要学会自学 然后成为一个会学习的人 那这样你就会停止不开心 挺顺的 然后这些呢 其实都是跟成长类相关的一个书吧 我把它们归结为成长类 就是读完之后 可能是有一些用处的那种书 而不是单独看一个小说 看完之后的那种快乐 快乐也是用用处的 反正那个意思吧 下面的社科类的书呢 首先跟大家推荐是这个 也不能叫推荐吧 因为这个话题很成正 我叫向您告知 明天我们一家就要被杀 然后另外这个是 捅穿跟踪狂杀人事件 你们有没有感觉 他们两个的风皮设计 有一点像 然后这个是栗子去年 推荐的一个年度书籍 然后当时出的时候 也蛮火的嘛 因为大屠杀本身 就是绕不开的一段历史 无论你是被承认的 还是没被承认的 造成的伤害就已经这样了 没有办法 然后所以就回顾一下历史嘛 就是觉得 虽然很沉重吧 但也很值得一读 然后这个捅穿跟踪狂杀人事件 大家都说比较一读吧 读起来就像一个侦探小说 其实也是关于到一个女性 然后求助 然后但是因为当地的这种 没有及时响应的这个问题嘛 所以造成最后的悲剧 这本书是该事件的一个全记录 其实对于这个类型的书 社会热点嘛 你能够做到一个真实的记录 真的也就蛮不容易的 就是这一本 然后这本 大家也都说非常好读 非常好看 然后接着下面这个呢 就是它叫夏沉年代 哇 这本书比我想象的大好多呀 我最近听了好多博客 都是讲这个夏沉年代的 文化有限也有聊 然后前面看的那个 是不是忽左忽右啊 它也有在聊 我听完之后 就对这本书非常感兴趣 因为其实之前 有好长一段时间 我本身其实不是特别关注这个世界的热点 我属于那种 只要我自己活得好 然后这个世界发生了啥 别关系到我 我就不会特别去关注吧 就虽然有点自私 但我确实是这么个人 然后但我对象 他就是那种 就是不停的关注 也会发一些各种各样的链接来给我看 然后当时有一段时间 他跟我讨论美国的时候 我就很好奇 就是他们那个总统吧 都那样的 他是怎么当上总统的呢 然后但是我当时听文化有限的时候 超哥就有说 他说他看完这本书之后呢 就能够理解 为什么特朗普会被选为总统 然后我听完那个话题之后呢 就被这本书很感兴趣 想来找来一读 它是从人物的角度出发 然后介绍了几个人物 在这个时代里生活的变化 不是那种单纯的一个社会员纪录 比较枯燥那种 所以这么来看的话 还是OK的 然后就是这个 然后接下来剩下的这个 还有这个 我比较想看这个 你看 这个是魏独家的一个里程碑系列 它还是一大系列的 但是我只入了一本 就是想先试试水 它这本叫做英国皇家学会 因为我上课的时候 会经常讲到 那个英国皇家学会的一些点 它里面出现了很多 就是大家上学的时候 痛恨的人 牛顿啦 胡克啊 就是这些人 包括波伊尔啊 然后达尔文啊 霍金 如果没有他们 我估计大家可能不会 把高中目里学得那么痛苦吧 然后所以我也蛮想看一下 英国皇家学会的一些具体的事情 上课的时候可以拓展拓展嘛 然后这样知识就学得更有趣一些 然后接着下面这本呢 也是未读的 叫把世界装进火柴盒 包装设计非常的可爱 这本我完全是因为包装设计入的 然后就是你这样抽开 真的很像一个火柴盒的设计 他讲的是关于一个微观 就是微缩景观的一个故事 我经常会在微博上看到有一些照片 他比如说他会把几本书堆在那里 旁边放几个小人了 就好像那个书是一座山 小人在旁边就耕作的那种感觉 我就还蛮喜欢那种照片的 他其实那个里就有点 跟微缩有点相关 但这个里面其实讲的应该会更多 他说从棋盘游戏 玩具屋到微缩景观 探究人类对微缩热爱与渴望 然后接着下面这个呢 是之前有给大家抽奖过的日日物试 这个是编辑送给我的 日日物试它其实就是那个 作者叶依兰 他的一个用物学 我也有在今年尝试 就是断舍离和极简 虽然我在买书这件事情上没有做到 但是在其他方向上 还是有小小的成就 就是我大概已经很久很久 没有买新的口红了 之前有段时间就很痴迷 然后他这个里面也有讲到说 那个就是你认真对好每一个物品 我之前有看那个日剧叫空无一物的家 那个女主角就是对生活里的每一个用品 都一定是你能够用上的 你不轻易使用的那种什么 日后会用到的这些东西 它通通都不留 然后我看完那个之后 对我影响还蛮大的 对 然后在看那个剧之前 我还喜欢买杯子 现在我几乎也不买杯子了 除非是就是用的上 必须得整的那种 然后这个呢 其实应该也跟之前我看的 松本明太郎那个365日有点香 就是介绍一下自己的用品 然后从这个用品里头感受到这个作者 认真生活的那种状态吧 读的时候应该会心会很静的感觉吧 然后接着下面呢 是这个 罗马传 罗马传其实本来呢 我是不感兴趣的 当然因为上一次呢 我是在那个书店 然后他那个罗马传是开封的 我就有打开看了两眼 他最开始讲的那第一章呢 就让我觉得很易读 一下子就读进去了 当时我有一段时间 正在经受企鹅欧洲史的折磨 所以我对罗马本来就很恐怖 当然他这个作者写的有一说一 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就反正至少我读的时候读懂了吧 并且还一直想往下读 这个就是历史写的好的证明啊 记得第一章讲的就是那个 古罗马广场 然后写的还蛮好的 然后我就把它入了 这个也是算我考察过 才买回来的书 买书买的很冷静 很不错 然后接下来剩两本诗集 一本是这个叫 鼠星星的夜 是引冬柱的诗 这个是编写上 我是送给我的 他说这本书的出版 特别不容易 虽然我不怎么看诗 当然他也强力建议我说 你读一读 如果你不喜欢的话 不推荐也没关系 但我身边好多人 看完之后都觉得很不错 最近还蛮多人在读的嘛 直到死亡那一刻 让我仰望天空 心中没有丝毫愧疚 这么看来 他写的诗应该还是蛮易读的那种 不至于就是完全读不懂 我之前读那个 万物静默如迷 不是不好看 而是我读的时候很费劲 就是 偶尔有那么几句话 蛮打动我的 剩下的时候 我就觉得读起来 真的是非常的痛苦 所以就很长时间不读诗了 然后下面这一套呢 哇 这一套虽然也是诗但我真的非常期待 叫张枣诗文集 我很久以前呢 有在先锋树殿买过一个包 它上面就写着说 每当我想起一生之后 后悔的是 梅花便落满了山头 那个诗我当时看完 我好喜欢 我就买了那个帆布包 我背了非常非常久 然后后来我才知道 它是张枣的一句诗 所以我就对张枣非常感兴趣 然后这次呢 终于出了这个张枣诗文集 它里面除了诗文集之外呢 还有一些什么 呃 讲稿随笔 应该是对它来说相对比较全面的一个介绍 哎 我有点抖不出来了 那我就不抖给你们看了吧 如果你们对张枣这个诗人感兴趣的话 可以考虑入一套 最后呢 要为大家推荐的一本重磅书 哇 这本书我终于也拥有了 就是它叫做 这第一个怎么念 电影海报艺术典藏 不管了就这么念 这是后浪电影学院的一本书 我是看了栗子视频 种草之后就一直想买 它里面呢 就是这种电影海报 而且它特别的贴心 它在这个书的最后最后 有写出一个小目录 就是每一页的海报 是哪一个电影 它都有给你写出来 这个是我在小木屋换购的 因为我之前参加小木屋的那个活动 反正是299还399没返出来 它就返成那个买书的钱了 我就在它上面发现有 就立刻买回来了 这个我之前看中了好久 就不舍得买 因为它398的定价 参加活动的话 应该也要两三百 但是拿到手里之后 觉得确实挺值得 用纸超级好 非常沉 并且真的 如果你是电影迷的话 真的很推荐来入 然后这是 哎呦 这书太沉了 累死我了 然后今天的这个分享就到这里了 虽然好久不做新书开箱 然后但是一做就做这么大的一个 不知道你们是否是喜欢呢 留哪些你喜欢的书 欢迎在弹幕和评论里和我互动哦 然后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一个月的时间里 你可以看多少本书呢 就我个人而言吧 因为我看书速度还算蛮快的 一个月我大概也可以看到十几本 或者有的时候甚至可以看到二十几本 但是 每年的八月 是我一年中最忙的一个月 你们也懂得吧 就是 只要能活着 就可以了 啊 当然呢 我也想要在八月呢 保持一个五本的阅读数量 所以 从今天开始呢 连续五天 每天两小时 也就是一共十小时的时间 我将给面前的三十本书 一个机会 每本书二十分钟的一个试图时间 最后选出我最想要读的五本 加入到我的八月再读 现在我超级兴奋 不知道到底是哪五本书 能够进入到这个名单 让我们抓紧开始第一天的阅读吧 这第一本书呢 就选 胡贤探案 这套书呢 是中国近现代侦探小说十一系列 一共有四本 这次我选的是第二本 胡贤探案 这还是我第一次看民国风的侦探小说 你们平时看侦探小说 是喜欢那种 你比作者聪明 先与他推导出结局 还是喜欢作者比你聪明 给你一个合情合理 但又万万想不到的那种结尾的感觉呢 有点像看那个小时候的侦探杂志的感觉 这个侦探真的是个失败侦探 这三个案子他都糊里糊涂的 看的时候脑海里全是毛利球了 还挺有意思的 但第一本书要不要加入代读 我稍微有点犹豫 先放一放吧 后面还有这么多书呢 第二本看这个笔 江户川乱不讲 日本恐怖小说大讲 我还从来没看过恐怖小说或恐怖电影 虽然我很久以前买过那个闪铃 但是我现在也没敢打开 闪铃是不是真的非常恐怖啊 有没有看我的朋友 哎呀这第一天叫暴跌倒是跟这个绿色的封面挺般配的 这个暴跌真是让我想起来了我自己的基金 它这个设定还挺有意思的 它是把人生呢比作一场股价交易 你从18岁开始呢就经营自己的人生股价 如果你拥有好的工作 优质的伴侣 然后稳定的朋友 这些都会增加你的股价 但相反的话就会降低你的股价 在这个里头所有的人都会抢着做好事 因为做好事可以提升股价 这我还挺讽刺的啊 有点那个黑金的味道在里面 这个故事非常好看 它超乎了我的预期 这个得加入带毒 太喜欢了 放在这里 这里我们就把它定为出到位好了 刚刚那个确实挺好看的 就是有点太绿了 不太利于我的基金 再选一本红一点的吧 虽然这个红一点的名字叫 伊芙琳的七次死亡 听起来也不怎么吉利啊 书方商说 每天晚上11点伊芙琳必然死去 必然死去 咋这还是个时空穿越来来活活的故事 哇 这还带一个平面图 带平面图的侦探小说 看起来应该会更加的有参与感 这个设计挺不错的 这个我确实没有很喜欢 就也不是不好读 但是主要是它这个进入情节 展开的好像有点慢 虽然前面设置了悬疑 但是它叫伊芙琳的七次死亡 我还没有看到伊芙琳出场 暂时先放回到我的书架上吧 等到下一次再想看的时候 再给它机会 再来个这个吧 治愈点人心的 奇迹唱片行 雷秋乔伊斯重磅作品 哦就是写一个人的朝圣的那个作者 但是我自从去年看过尤利西斯之后 就只要我看到乔伊斯这个名字 我的内心就有点 你们懂吧 让日常阅读成为 砍向我们内心冰封大海的斧头 我还挺喜欢大于毒品的这种slogan的 这个唱片行老板给一个客人推荐了一首歌 虽然那个客人跟他说他只听小邦 但那个老板很坚持说你听一听这首歌 然后那个客人刚好遇到了自己的新婚妻子出轨 老板给他推荐的那首歌的歌词一开场就是 亲爱的亲爱的宝贝 朋友告诉我你身边出现了其他人 哇好神奇啊 这个老板怎么知道他需要这样的歌 哇这是有特异功能啊 还挺不错的 比我想象的要好读很多 我还挺喜欢的 那也放到出道位上吧 下一本呢就选这个 少将自干之母 虚实参半的王朝会卷 少年恋母之浪漫传奇 少年恋母 为什么浪漫 这日本人确实和我不太一样啊 这一开篇就原式物语 原式物语吧 我也买过 我也没读 我就觉得这书家上没看的书可实在是太多了 原来您知道呀 妈原式物语是 正闻也闻啊 那我肯定看不懂啊 这书最开始看的时候 我还觉得我肯定看不懂 有文风贼古典吗 我刚刚说 然后但看到后面的时候 故事就还行 反而就是那个 富家子弟 到处粘花惹草的故事 但我感觉八月份看这种 日式的这种需要静心慢慢看的书 不是特别适合 就先不读了吧 我倒是挺希望我九月份有时间 一口气把这个书读完的还不厚 今天的最后一本 我就来选一本诗集 结束这个美好的晚上吧 古川的诗 封面上古川巨胎老老爷爷的 这个小头像真的好可爱啊 被称为日本的宇宙诗人 他给铁壁阿童木和 宫崎骏的那个 哈尔的移动重宝的主题曲 都写过词的 太厉害了 我的天 再可爱的郊外电车眼线 不对不对 太做作太做作了 再可爱的郊外电车眼线 除了春天 禁止入内 我感觉他的诗歌 有那种童话气息 真的有宫崎骏的那个动画感 就出现了 很不错诶 但是这个书实在是太厚了 我没有办法在八月份把它看完 太可惜了 到这里呢 今天的六本书 两个小时就成功了 已经peak出了两本 我比较喜欢的书 第一天就已经选出两本了 感觉后面的竞争 一定会很激烈的 万万没想到 第三本出到位的书 来的这么快 那这本必须要加入 我的八月代读啊 我一发布 新书资讯 我就开始期待了 期待了超级久的 摆在这里 上海一文 今年出版的冯金诺斯的书 除了退稿图书馆的 还有一本叫回忆 据说两本都是很美好的爱情故事 先试试这本退稿图书馆好了 双线叙事 一条线讲述的是一个图书馆里的故事 另外一条线呢 讲述的是一名编辑和一名作家之间的故事 我刚好看到两条线汇合的地方 非常喜欢整体的感觉 读起来确实非常的易读 完全不晦涩 一下就能进入到故事的情节里头 那这本必须要加入我的八月代读啊 金格斯 虽然封面有点稠 但它后面会有一些文学向的导览手册 我觉得也还蛮不错的 看起来真的是一本非常难过的书 虽然文笔很好 但是不适合我的八月 看过了日本作家 又看了法国作家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个哥伦比亚作家的书 封面上这句一段家族命运浮沉 一部哥伦比亚当代秘史 又是浮沉又是秘史 我就喜欢看这种东西 但这个封面 我简直不敢给特写 这本书里头 还有讲到洞穴起案的那个案子 书跟书真的是连结的 就是一个被扼住命运喉咙的故事 写的就感觉有点伤感的那种回忆 因为一回忆的第一句话就说到了 就是我在回忆他去世的那一天 暂时我就不放在八月看了 接着再来一本 这个 奇妙的盘算社团财商启蒙 我都已经不记得是什么时候收的书了 这书看到我好像在做那个小学书而提 2000元的本金两个月为一个周期 密切为10% 然后一个周期之后呢就会变成2200日元 那两个周期之后呢是变成2400日元吗 并不是 是变成2420日元 真的挺像小狗浅浅的 接着来看这本 野未来 它是春潮寄给我的一本白皮书 就是还没有出版呢 我收到的时候 但现在已经出版了 风皮长这样 春潮工作室出版过很多大家都知道的作品的 比如说我现在这个书架上 这个赖声川作品集 之前每次出镜都有人问我是不是高小松 它不是高小松 它是赖声川 让我看看最近新出版的这本怎么样 科幻短片集 这第一个故事讨论了一个 现在人大家都知道的问题吧 就是电子屏幕的一个依赖 它书里头设定挺有趣的 感兴趣同学还是希望你去找来读一读 这么有趣的设定 我分享给你就没意思了 但它讨论的那个电子屏幕 我真的还蛮有感觉的 就大家现在已经习惯 通过电子屏幕和网络来跟人交流 反倒面对面坐下的时候 无话可说 吃饭的时候也一直在看什么电视剧综艺啊 我自己就是这样的 我不是说指责任何人 包括说我现在甚至感觉有点夸张到 我特别无法接受自己闲下来 我如果是在做家务 就没有办法保持眼睛看屏幕的时候 我也会听很多播客 或者听一些什么视频课 音频课啥的 本来觉得自己挺励志的 然后现在看完这个突然在反思 是不是自己有点什么依赖症啊 还是挺可怕的 它和鼻的感觉挺像的 我已经决定读鼻了 这个暂时先不读了吧 先蹦到边边 最后收官我们来看一个社科吧 就是这个美食和文明 如果你是关注我蛮久的小伙伴 你就知道我还蛮少看社科历史书的 因为我不是很喜欢像历史教材那种 按着时间顺序给你讲书 开篇的观点呢 和人类简史的观点也还蛮像的 都是在讲用火吃东西 改变了人类的大脑 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这个书绝对是历史社科类里头 非常易读的那一种 主要是他讲吃的这个东西 就是非常有烟火气息 每天都接触 也不会难到哪里去 还非常长知识 挺喜欢的 但就不加入代读了吧 实在是8月承受不起 顺利的完成了第二天 选出了一本比较喜欢的退稿图书馆 等到明天再看看 会不会有其他类型的输入榜吧 没想到第三天 就已经把五本书全部选好了 下班回来了 准备开始第三天的阅读了 今天的第一本呢 就选这个恶魔之地 好像是个书系 哦对是阿卡姆书系 其实我一直还蛮好奇的 你说阿卡姆 克苏鲁神话 然后DC的那个阿卡姆风证院 他们三者之间到底啥联系啊 有没有知道的小伙伴 轻松易读 又有点在讨论种族歧视的那个东西 不错哎但是暂时还没有达到高潮的那个清洁点 没有完全吸引住我 等以后再看一看吧 接着下一本呢给大家介绍这套沙士比亚 哇我特意多放了几本在这里面 我真的是比对了超级多的版本 最后选中了这套天街人民出版社的书 非常非常的精致 因为沙翁还有很多个版本嘛 我是看了肉仙的那个发译的那个视频 最后决定还是要入傅光明老师 翻译的这个版本 因为他相对来说会更偏近原文一点 没有朱生豪那么诗意 这套书真的就是艺术品 封面上的浮雕设计 简直绝了 书一打开了里面还会有剧情介绍 介绍完了之后开始进入到正式的正文 最后呢也会有一个我们傅光明老师写的 关于这个剧作的一个自己的理解 还差一本就完成15本了 但真的有点累了 世上无难事 只要肯放弃 我到底涂啥 当然是涂 下一本 玄瑶记 玄瑶记呢是小河发起的一个公共艺术项目 他只在寻找民间即将消失的一些童谣 他说小河是一个头发长的长短的短 衣服也是里三层外三层 就是一个这样很酷的人 他在做一件保护传统的事 就觉得好像又有些意外 但又觉得应该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才会做这么酷的行为 画风和文字都觉得很有趣 这样的项目需要被人知道 也需要传播下去 我还给你们上价值 不错不错 挺喜欢的 接着来看这本派对恐惧症 如果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一本女性文学 作者介绍里头说 她是一个以诡异而充满诱惑风格 著称的作者 女性文学与诱惑相结合 没读过 感兴趣了 第一篇的故事名字叫清单 记录了很多亲密关系 但同时呢 写的感觉也跟他这个名字是一样的 就是好像只是毫无感情的 在将这个东西写下来而已 跟写购物清单的叙事逻辑就是一样的 只是什么人做了什么事 但是这件事情呢 确实又充满了诱惑 作为女性文学来说 确实我是从来没有看过的风格 并且里面还涉及到了一点点科幻 很惊喜 这个我要加入再读 毕竟他也算又过文学 这么快就已经有四个席位出现了 后面几天如果我遇到更喜欢的书 也是可以做替换的 下一本叫这个 我还记得 书的内容呢 里面有画 也有一些文字 记录的母亲完全不是像我们想象中的那种 常规意义上的无私奉献 不嫌脏 不嫌累的那种妈妈形象 而是一个他会觉得父亲的生病 对他来说是一个拖累 会嫌弃父亲在生病时候的卫生问题 就是如此真实的一个母亲 在后续患上阿兹海默症之后 如何跟他的女儿进行相处呢 亲情呢 一直是我一个非常喜欢看 但是又很不敢看的主题 这本书在看的时候 我也一直有想到我自己的妈妈 就每次看这种书就跟自己说 一定要和妈妈好好说话 不要和妈妈吵架 这个书我好怕看到后面我会哭 但又真的很喜欢 没想到这么快 我就要选出我的第五个席位了 在第三天看得进成刚刚过半的时候 我的五个席位就已经出现了 不知道后面会不会出现更精彩的书来顶替掉它们 让我来接着进行下一本 在正常职业研究中心 看着装针还挺神奇的 是这样的带寒套的一本书 这一开篇里面就是名家推荐的 纳多紫金城蔡骏 哇蔡骏这个名字 我真还挺多年没听过的 我上学的时候特别喜欢那本 《谋杀似水流年》 蔡骏长得真的好像王苏龙啊 是一个挺有想象力的故事的 我感觉如果我要是上学的时候 看到的时候会更喜欢 今天的六本书到这里了 没有想到在第三天 就已经完成了五本出到位的选择 不知道明后天 会不会有更精彩的书目出现 啊好纠结好纠结 要不要换掉一本 但是这本我也好想读啊 今天已经是第四天了 我们的赛程呢已经过半 看完了十八本书 从中peak出了 我觉得比较不错的五本书 不知道会不会有更优秀的选手 在今天出现呢 让我们抓紧开始今天吧 首先第一本 《十九日谈》 古诗十九手里的生活与英雄 是讲诗歌的一本书 并且这里面的诗歌呢 全都是作者不详 就相当于说是匿名写作大赛 这样的诗歌应该还是保值保量的 它这个里面把中国古代诗歌 和奥德赛进行了一个比较 说双方都是具有很烟火气息的英雄位 靠一顿饭重建快要崩塌的日常生活 还是作者会写 这种话如果让我写 我肯定会说没有什么 是吃一顿饭不能解决的 如果实在不行 那就再睡一会儿吧 下一本 独白波浮娃 我去年呢 曾经大言不惭的挑战过第二性 但是大概看了有两周 还是一周左右的时间 还没有看完第一张 后来我就把它给放弃了 这次这本呢 是上海艺文家印的一套波浮娃作品 我手上的这个是个短篇小说 这本真的好读好读 我居然可以看到波浮娃了 第一篇短篇呢 叫做董事 描述的是一个乐观主义 和悲观主义者之间的婚姻 嗯 先步了吧 小王子的星辰与玫瑰 描述小王子之父的一个传记 开篇就拿赤贫贵族来描述这个作者 小王子看过44次日落 这个作者呢 在44岁的时候 失踪于第二次世界大战 这种神秘的巧合就让人觉得 它的消失可能不是悲剧 而是故意为止 下一本女孩们 看封面就是一本女性文学 不知道能不能击败出道位上的派对恐惧症 和我想象的不一样 也充满了政治色彩 在讲述一群少女入少先队的这个过程 说到少先队 我就想起红领巾以及永远在校门口才发现自己没有戴这件事 毕业的时候家里的红领巾都能拿马带装 带来一本中国作者的骗子来到南方阿姨 第一篇就是讲述一个中年不得志的男人 她的生活 她见朋友 她如何面对妻子 第一本读阿姨的书是不失望的吧 下一本别人家的孩子 虽然是纪实文学 但非常易读 像在看侦探小说一样 一天晚上三名歹徒闯入了珍妮弗家 枪杀了她的母亲 枪击了她的父亲 并把她绑在楼梯上 但是当警察进入的时候 发现疑团重重 看的时候还会想起来杜鲁门卡伯特的那本冷血 但我觉得它比冷血还是要更易读的 很惊喜 想加入代读 因为我选的这些小说太多了 然后我就替换掉一本小说吧 替换掉这本吧 奇迹唱片行 把这本纪实文学加入进去 让这个书单的类型更丰富一点 第四天结束了 明天是最后一天 真的好开心 加油 最后一天了 只剩下最终的六本 不知道今天这五个席位会不会有新的变化 第一本 火人 书中的世界正在面临一种叫做龙龄的传染病 患病人会身体内部着火 最后死状非常凄惨 所以医院里面人满为患 看到这里我真的想起去年被新冠病毒支配的我们 因为故事设定的原因 所以是很吸引人 想让我知道他们是如何处理这种疾病的 《大地之上》和刚刚的火人一样 都是一本大后书 是一本讲述印度社会各阶层的全景式画卷 看这个后度确实应该挺全景式的 书封上说它跟活着的感觉是类似的 那应该非常惨吧 里面有很多关于印度的描写 我觉得挺有趣的 比如说拿树叶当餐具啊 用盆装西瓜汁 是拿杯子瓦着喝吗 有点神奇 下面这一本依然重磅 唐吉赫德插图典藏版 如果你关注我 你是知道我去年的年度榜单里 就有唐吉赫德的 只不过我那一套是人民文学出版社 杨将先生翻译的版本 这次这一套呢 是湖南文艺出版社 一个全新的一本 并且里面的插图呢 真的非常精美 如果是想要收集唐吉赫德的话 我觉得真的可以考虑一下 看的这20分钟里头呢 我觉得翻译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如果你想要一套装帧设计比较精美 这套是值得的 还剩最后三本风格各异 先看这本加谬的 菊外人和西旭福斯神话 这套是印林出版社 今年新出的版本 加谬最出名的两个作品 就是菊外人和西旭福斯神话了吧 所以我觉得这本还是很适合 入门加谬的 我是有看过菊外人的 我直接看一下第二篇 西旭福斯神话 主题正是荒诞和自杀之间的这种关系 以及自杀在何种确定的范围内 成为解决荒诞的一种手段 他在说啥 但是我看不懂 一定不是加谬的问题 他肯定是我的问题 倒数第二本 就选这个大开本的神知识 又增加了希腊神话图结百科 众所周知 希腊神话最难的 就是众神之间的关系 这个一开篇就是一个家谱 最搞笑的是里面有粉色的线 标记了一下宙斯的情妇 虽然我知道宙斯是渣男 但我也外外没想到 他有这么多情妇呢 除了讲神话人物本身的故事之外 他也有一些格外的小知识点补充 这个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比如说赫拉不是一直是监视宙斯 防止他偷情吗 所以就以赫拉的拉丁名诸诺 来给木星探测器命名 意思是不错一丝一毫的小线索吗 真的是个起名大使 最后一本终于来了 我们最后一本呢 就用一本诗歌来结束 这五天的挑战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聂鲁达诗歌总集 看到诺贝尔文学奖 我不知道你们什么感受 但我看到诺贝尔三个字 我就觉得这本书 我大概率是看不懂的 但诗歌本来就是不能百分之百 看懂的 对吧 时间在沃土中蔓延 读起来是和古川俊太郎老爷爷的诗歌 完全不同的风格 三十本书的挑战 终于顺利完成了 也选出来我心目中最想看的五本书 为我八月份苦哈哈的打工生活 提供了一丝期待呢 生活总是要给自己一些仪式感和 惊喜感的嘛 还有看到这里的小伙伴吗 三十本书中 你觉得哪本书最是你的菜呢 欢迎弹幕留言告诉我 我也可以把它加入到我后续的书单中哦 下期再见 拜拜 谢谢大家的陪伴 处于不同人生阶段呢 你们更倾向于哪一种爱情呢 是平平淡淡 也是轰轰烈烈 是和你住在一起的兄弟 还是更倾向于心灵上的soulmate 那今天呢 我特意穿上了我的公主修连一群 来跟大家聊一聊爱情这个主题 会给大家推荐五本与爱情相关的书 按照不同的年龄呢 来进行一个分类 因为我真的觉得年龄 对于恋爱和婚姻的看法 还是有蛮大影响的 你们觉得呢 第一个呢 就是我手上未读最近新出版的 左野养子作品集 孩子的季节 我看后面古川老爷爷给他写的后续 才发现这个书的封面上 还有一个五个小字 叫恋爱论序书 书封上是说 左野养子关于成长与恋爱的一个随笔 记录了呢 他从六岁到二十一岁这个阶段的一段生活回忆 他在六岁的时候呢 喜欢自己孤僻的小伙伴 然后在九岁的时候呢 对于三十岁的一个邻居 从喜欢到抗拒 然后等到十二岁的时候呢 发现自己喜欢的男孩 有喜欢的女生 然后古川俊桑的老爷爷呢 在后面也有说了 对于他来说呢 爱是一件让人难以为情的事 为了喜好不为称为爱的爱呢 所以杨子洗出了浑身解数 你读的时候确实能够感受到那种少女的敏感 以及那种无法言说说不出口的喜欢 他十二岁的时候 发现那个男孩喜欢别的女孩的时候 他有说 他说 我知道伤心的表情和温柔的表情是一回事 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就像一头栽进了滚烫的热水里 这本书呢 对于恋爱的描述 会让你走进一个酷酷的 又有点可爱的少女的童年时代 然后在看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对于这个年龄段的少女来说 大概最希望的恋爱 就是我喜欢的那个男孩 恰好也喜欢我了 那下一本呢 描述的爱情故事呢 年龄也不大 就是我手上这本 网复书简初恋于不伦 作者呢 百元玉二是日剧大神 中经爱情故事四重奏 包括今年新上映的那个 大豆田永久子鱼 他的三名前夫 话说这个到底是在大豆那儿端 还是在大豆田那儿端呢 因为我之前呢 对日本演员的颜值呢 是完全get不到的 所以这些剧呢 我都没有看过 但是我最近看了一部 我剧剧剧剧剧剧 剧喜欢的电影 编剧呢 就是百元玉二 也是今年的新电影 大家可以猜一下 到底是什么 因为实在对那个电影 太喜欢了 所以我要把它放到最后 单独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电影 网复书简初恋和不伦 看书名呢 就可以猜到是两个故事 一篇是初恋 一篇是不伦 然后我对初恋这个故事呢 是非常非常喜欢的 喜欢到什么地步呢 我买了两本 我买了两本 一本是一页出版的简体中文版 另外一本呢 是繁体字版本 就是我的书架上必须要给他留两个位置才可以 那在这个初恋这个故事里头呢 少男少女呢 其实本身就是初中生年代 所谓往复书简的书简呢 就是书信的意思 其实说白了 就是上学时候咱传的那种小纸条 一开篇呢 就是这个男孩给女孩的一封回信 上面是这么说的 说我是御业 你写信让我回复 那我就回复 你真难缠 就是这个男孩呢 是校园暴力的一个受害者 女孩呢 是被父母抛弃的一个孤女 女孩就一直坐在这个男孩的斜后方观察他 对他有好感 有一天呢 就在这个男孩的柜子里放 留下来一封小纸条 然后结果这个男孩回复的就是如此的冷漠 就最开始接触很有防备心嘛 然后女孩为了向男孩证明 他是有了解观察他的呢 他是这么说的 他说 你说我不了解你 不对 图书室里那本很厚的犹太人大屠杀的书 你借过吧 在你之后我也借了 你知道吗 从借书卡上能看出来 本校成立32年来 只有我和你借过这本书 另外春天马拉松长跑的时候 你偷懒躲在高架桥下吃小熊饼干来着 对吧 就是书里的句子 就是这个情节的描写 真的让我特别的喜欢 末世是一种暴力 相互看见就是初恋的开始 然后他们两个人在一封一封心的交流中呢 感情变得越来越好 但是后来这个女孩呢 转学了 就是往往初恋都是不圆满的嘛 长大之后呢 有一天男孩突然收到了女孩的一封电子邮件 长大后的故事呢 就由此展开 两个人的生活呢 其实也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书呢还是要自己找来读的 在这里我就不剧透了 那百元月二呢 作为金句大神 书里头有非常多很扎心的那种句子 比如说这句 初恋是一次冒险 我们在青春期里喜欢的东西会变成我们的全部 我真的是看完之后就是心情波澜起伏了超级超级旧 强烈推荐 那故事讲完之后呢 我不得不再夸一下一夜的这个装真设计 他是把这本书呢 装在了这样一个扫信封里面 就很符合网复书简这个书简的含义 并且在出版百元一二这本书的时候呢 一夜还是一个刚成立的出版品牌 为了出版大神的作品 负责的编辑老师呢专门给百元一二写了一封手写信 你们知道这个手写信在这个年代有多珍贵对吧 百元一二呢也给出了一个手写信的回复 我就觉得哇这个故事 就当你知道这个书背后的故事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纸质书是永远不可能被取代的 请大家把同意打在公屏上 这我觉得都没有什么可需要反驳的啊 所以就冲着这个用心 我觉得这本书是必入的一个 初高中时代的恋爱呢 往往是让人念念不忘的 你初高中时代喜欢的那个人 现在还有和你在一起吗 如果在一起那很恭喜你 如果没在一起也没关系 让我们走入成年人的恋爱 就是我手上的这本阿兰德伯顿的爱情笔记 阿兰德伯顿呢被称为英国的才子型作家 毕业于剑桥大学精通多门语言 长得又这么的帅 虽然他现在呢已经长成兔头大叔了 然后但是虽然他写东西写那么多那么难呢 阿兰德伯顿的书呢 往往鉴于小说跟哲学小文章之间的那种问题 就是他会在故事中呢穿插哲学 心理学 然后建筑学甚至是 也不知道他咋穿进去了 会这么多 怪不得他后来秃头了 故事呢 其实整体讲述的就是一对在飞机上相遇的男女 一见钟情 相识相知相恋 然后到后面的争吵分手各寻新环 整个过程中呢 没有发生任何的家族伦理大剧 也没有发生任何的生理死别 就是生活中鸡毛蒜皮的小事 就甚至到后期 就是那个男方会因为觉得女方买的鞋子丑 而在心里就是念念叨叨 磨磨叽叽的那种感觉 然后书中呢 阿兰德伯顿引用了家喵说的一段话 来描述了一下我们为什么会恋爱 他说 我们爱上别人呢 是因为从外不看 他们是那么完整如一 肉体是完整的 情感是统一的 而我们主观感觉自己是那样的 涣散和迷惘 我们缺乏思路清晰的表述能力 稳定的个性 坚定的方向 明确的主旨 因而幻想他人具备这些品质 其实我翻译过来理解的话 就是你喜欢对方呢 是因为你觉得对方身上有一些 你没有的优点 然后但结果你真的跟他在一起之后呢 你就发现 大家也都不过是一介凡人 在外光芒万色 然后在家邋遢大王 所以这个时候呢 他就从神的位置 变成了一个普通人的位置 然后你对他有失望有落差 自然而然就感情慢慢变淡了 感情变淡之后呢 你可能会选择分手 然后当然你也可能会选择坚持下去 那分手以后呢 你可能先是享受一下一个人的生活 然后久了之后又觉得寂寞 你又会找下一个人 开始新一轮的恋爱循环 豆瓣上有个短评啊 是这么评论这本书的 他说看完之后呢 就像自己谈了一场恋爱那么累 我觉得这个短评实在评的非常的妙 所以爱情跟自由呢 确实是不可兼得的 至少我是这么觉得的 如果你想要的是自由的爱情 那就建议你还是不要走入回音 否则就会像这本 《玄庭的爱里的男主角》一样 最后陷入到一个两难的境地 然后这本书呢 是一本漫画 它还获得了一个 2018年法国安古兰国际漫画节 年度评委会特别讲 就这个讲的含金亮 其实我倒不是特别了解 就我个人的阅读体验而言呢 就好像在看一部舞台剧 说的一开场呢 这个舞台剧的灯光 就打在了这个男主角的身上 开始讲述他有多么的喜欢他的妻子 但是他又没有办法 扛住身边各种女性的诱惑 整个故事呢 他跟三个 除了妻子之外啊 跟三个完全不同类型的女孩 纠缠不情 有小白兔类型的 然后还有那种 妖艳似火类型的 然后还有那种 智慧型的女性 就也不知道为啥 那么多女性 都让他遇见了 然后他跟妻子 在餐厅吃饭的时候呢 有一个演员 他的歌词 其实就说出了 这个男主角本身 心中的想法 他说 一颗心会不会有时迷失 我们能否一起生活 而不感到彼此束缚 他像灵活走钢丝的 杂技演员 一边走在爱情上 一边又拒绝陷入其中 他从未承诺永远爱他 可他也不愿意离开他 当然这样一个 来来活活 犹豫不解 在爱情渊渊游走的 男主角呢 是不会有什么 好的结局的 整本书呢 充满了一种 法式的调侃 然后说到后面 也说它是一个 纸上的爱情戏剧 如果你比较喜欢 戏剧这个题材 又比较能够 接受这种画风的话 可以考虑出来 一看 当然也不是 所有的爱呢 最后都会散去 我手上拿的这最后一本呢 平如美堂 里面描述的就是 现在非常缺少的那种 平平淡淡 长长久久的一段爱情 然后平如老爷爷 在自己的妻子去世后呢 用四年的时间 画出四百多幅画 来纪念两个人的生活 有他初次见美堂时 美堂画口红的画面 有两个人婚后 一起瞎管子的画面 也有这个 他的妻子去世 在病房里留下 最后一滴泪的画面 整个故事呢 其实是相对来说 比较平和 就没有大的波澜起伏 但是因为老爷爷 虽然没有学过画 就是靠着自己 对美堂奶奶的 爱和回忆 来画出的这些画面 所以看的时候 会觉得有一种 很温暖的感觉吧 书中的编辑呢 有在纪录片中这样说过 大部分人的写作 都是为了出版 可这个老爷爷 他写作的时候 只是为了满足 他自己的情感的愿望 为了让他家人的后背去看 所以这本书里有一种 你无法想象的 自然的东西 平和老爷爷 在年轻的时候呢 上过战场 靠着一枪热血和孤勇呢 也不知道什么叫做怕 但是在他第一次 见过奶奶之后呢 他说 看滚滚长江上的波光 觉得自己的命 从此轻慢不得 因为命里多了一个人 书里头还蛮多这种 读起来还挺肉麻的话 但是因为是出自 一个老爷爷之口 你就会觉得 好像那么的真实 又觉得很温暖 书里头柴经写的序呢 其实也还蛮感人的 推荐大家一定要找来 一看相思史诀 海飞深 怀念一个人 其实比海还要深 五本书呢 全部都推荐完毕了 最后来跟大家介绍 我前面铺垫的 那个百元月二的神作 不知道有没有人猜出来 就是花束般的恋爱 整个故事呢 其实描述的是一对灵魂伴侣 就是我觉得两个人的灵魂 已经契合到 没有办法再契合 女主在第一次去男主家的时候呢 站在她的书架前说 这简直就是我们家书架的翻版 两个人从衣食住行 等等各种方面上 都非常的完美的保持一致 但是人呢 总是会变的 生活不是只有恋爱 随着工作的开展呢 就是你上班以后呢 男主角的性格发生了一些变化 慢慢的呢 两个人就好像 感觉很多话都聊不到一起去了 最后呢 选择分手 分手并不是因为不爱了 而是因为 我没有办法回到过去的那个自己了吧 所以看到后面的时候呢 我也会觉得有点唏嘘 电影里头呢 百元月二穿插了非常多的默契性的画面 情节到最后的时候 两个人在背对背挥手告别的那个瞬间 我真的觉得实在是太感人了 就是百元月二不愧是大神 强烈推荐大家去找来一看 看完之后也记得回来告诉我 你们是否喜欢 那今天的爱情书单呢 就推荐到这里了 无论你现在呢 经历的是什么样的感情阶段 只要是你觉得合适的 喜欢的 安心的 就好 然后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人生市场比赛 你得遵守规则 对于这句话 你的回应是 呸 还是 对呢 中文文化 我是本周也要哄骗你读书乌鸦 这个礼拜的视频 真的是厉害到 我自己都被吓到了那种程度 而且还是两个维度的厉害 第一个厉害 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 很厉害 就是这本赛林格的 麦城里的守望者 大家都读过这本书吗 我手里的这个版本 是伊林新出的版本 红红火火 恍恍恍恍恍 是当年赛林格亲定的一个配色 是不是 充满了青春的热情 这本书呢 也是全球公认的青春史诗 出版70年 累计销售了7000万册 虽然一度呢 被学校列为禁书 但是好的作品呢 当然经得住时间的考验了 所以当年的禁书 也变成了现在的学生必读书目 他入选20世纪百家小说 纽约图书馆世纪之书 甚至改变了西方国家的教育理念 第二个维度的厉害 是今天不止只有我一个人 而是我火同了 火同 火同了好几位读书UP一起 来哄骗大家读这本书 各位UP会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出发 360度无私角地跟大家分享 关于慢手的一切 怎么样 厉不厉害 连赛林格本人都会希望你把厉害打在宫廷上 并且给我们一个鼓励的三连吧 先来跟大家讲一下这本书的内容啊 其实非常简单 一句话就能介绍完 这本书讲的就是一个学渣学生 在被开除的48小时内 他见到的人经历的事 他的回忆 他的思考 他的牢骚 还有他的几百句 滴 卖手的情节绝不曲折力气哈 但是主角霍尔顿绝对能让你百感交集 霍尔顿呢在所有家长的眼中都是一个坏孩子的形象 毕竟他学习不好嘛 五门考试有四门都没有及格 唯一及格呢就是内门最好考的 当然知道是内门嘛 但是可能有朋友问了 学习不好就算是坏孩子了嘛 起码在我上学那会儿 基本上学习不好在老师跟家长的眼中就约等于坏孩子了 现在的学校应该不这样了吧 想来这也就是当年这本书被禁的原因了 毕竟哪个学校能容许一本以学渣坏孩子为主角的书 放在学校图书馆的对不对 但是看过这本小说的朋友啊 请大家来评评理 你真的觉得霍尔顿是个坏孩子吗 这个男孩呢看似脏话连篇 其实心里面干净的跟水晶一样 嘴硬的找别人打架 结果次次都是被人打 然后被皮靠克莫名其妙的 塞了一个妓女到她的酒店房间里边 结果她只肯跟别人聊聊天 自己都没有容身之处 反而在担心中央公园的湖面结冰之后 那些鸭子都去哪里住 在父母跟老师的眼中 霍尔顿确实是个让人头疼的坏孩子 但是当读者读到 他怎么去想念自己的弟弟 怎么样温柔地对待自己的妹妹 应该都能了解吧 他不过是一个不想跟成人世界 妥协的纯真少年 或者说是一个 觉得跟大家竞争都特别没劲 就早早拒绝内卷的人间清醒 我自己第一次读这本书的时候 基本上是跟霍尔顿同龄的 很多人呢说这本书像是 人间诗格加上挪威的森林 然后出雨二 然后我当时第一次读的时候 在心里面也是把这些书 都放在同一个列表里的 就颓废嘛叛逆嘛 当时高中时候的我 完全没有把这本书放在眼里 就觉得 谁能叛逆过高中时候的我嘛 但是 过了这么多年之后重读 我的阅读体验完全不一样了 我这次读的时候 无数次被书里面的霍尔顿所打动 特别是读到结尾的时候 当读到她看着自己的妹妹 在旋转木马上面的那一幕啊 真的几乎快要哭了 我相信大多数的成年读者 应该都有这样的感觉吧 毕竟这本小说里面所收藏的 大概是一些我们已经丢失的东西 就那种对规则的挑衅 跟想要打破规则的冲进 是我们都不确定自己是不是还保有的 跟霍尔顿一样的纯真 我想这一点呢 可能跟作者赛林格本人的写作时间 也是有关系的 毕竟她写这本书的时候 已经32岁了嘛 已经不算是一个少年了吧 那么霍尔顿身上 是不是有赛林格本人的影子呢 下面我们就请杜边老师出场 来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位传奇的作家 大家好我是编机读编 今天就由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本书的作者 赛林格 赛林格出生于1919年 是美国犹太人 父亲经商 家里殷实 虽然说赛林格和 麦田里的守望者的霍尔顿 差不多 几次退学 算不上是优等生 但是呢 年轻时候的赛林格 身高腿长 颜值爆表 21岁的他 就在故事杂志上 发表了第一篇小说 年轻人们 不到30岁 就成了美国顶级文学杂志 纽约克的作者 那么初登文坛的赛林格 身风得意 还跟奥尼尔的女儿 乌娜奥尼尔谈起了恋爱 是诺贤文学奖得主 尤金奥尼尔 不是NBA那位奥尼尔 不过呢 后来这位18岁的乌娜 就嫁给了 当时世界上最有名的电影明星 53岁的查理卓别林 虽然说情场失利 但是 所有人都相信 这个三菱格这位年轻人 他的前途肯定一片光明 但是 1941年 日本偷袭珍珠港战争爆发了 一枪热血的三菱格 积极的应征入伍 他和300万盟军一起 在诺曼底海滩登陆 不仅历经了299天的惨烈战斗 还作为首批美军 解放了惨绝人寰的 德军战俘营 在解放巴黎那天呢 三菱格还见到了 他自己的偶像海灵卫 三菱格虽然四肢齐全地 从战场回来了 但恐怕我们谁都无法想象 三菱格他在战场上 究竟经历了什么 三菱格说 不管过去多久 你都无法忘记 人肉烧焦的味道 毋庸置疑 他身上的一部分 永远被战争改变了 或者说被摧毁了 战争带给他的创伤 也像幽灵一样 附着在他之后 所有的作品当中 而唯一在战场上 支撑着他活下去的 就是一本未完成的小说 这本小说就是 麦田里的守望者 1951年 麦田一惊问世 立即火遍全美 麦田的核心思想 简单贵纳就是 一个未成年人的纯真 在成年人的虚伪和庸俗面前的 挣扎与反抗 而三菱格和他笔下的人物 就是始终抱守着 这个纯真不放的人 也是和这个世界格格不入的人 你比如说 小说写出来了 一般人肯定是想着 宣传希望书大卖 对不对 但是三菱格呢 他不仅拒绝一切宣传活动 一不牵授 二不做广告 三不要任何的名人推荐 书上面呢 也不放自己的照片 和作者姐姐 他甚至呢 要求他的书封面上面 不要有任何的图片 所以啊 大家现在看到的 三菱格的书 都是只有书名 和作者名 这可不是出版方 刻意设计的 而是三菱格本人的意志 因为他觉得 书就是一切 一切附加的东西 都是多余的 他只想写出一本好书 根本不在乎他 畅不畅销 麦田呢 大火之后 就有很多的 电影界的大佬 就比如说拍 《空方正人》的 比利华尔德 比如拍《欲望街车》的 伊利亚卡赞 都挤破脑袋的 想要把麦田拍成电影 但是都被三菱格 无情拒绝 在小说里面 霍尔顿就曾经说过 他讨厌整个好莱坞 Fuck好莱坞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他还记这个 卓边林的夺爱之仇 而此时呢 三菱格因为战后的PTSD 精神呢 就变得越来越敏感 面对成名之后的 纷纷扰扰 这个三菱格 就果断选择了逃离 他跑到了美国 一个偏僻的乡野山里面 买了一个大宅子 围上了 居的生活 尽管他自己的半生 都活在我们 可能无法想象的孤独之中 但是他的作品 在他死后 仍旧抚慰着 无数无数颗孤独的心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我觉得他可能 真的做到了 他生前最想做的事情 就是当一个 麦田里的守望者 赛林格不仅在全球范围内 拥有庞大的读者群体 更是影响了一大批 我们所熟知的大作家 大导演 这个名单相当相当的长 让我来深吸一口气 给大家挑战个 爆菜名 海明威 纳布科夫 贝克特 厄普代克 武迪爱伦 村上春树 脚田光带 鸭井手 新海城 森博斯 郑渊杰 卖家苏同 马维都说 我接触的作家们 通常谁也不服谁 但对一个同行是例外 提起他的大名 每个人都马上一副崇拜的样子 这个人就是赛林格 只安说 如果没有他 就没有王硕 也没有王小波 郑渊杰叔叔说 诺贝尔文学奖没有授予他 是诺奖的一大损失 其实不光是在我们国家 在日本这本小说 也拥有很多忠实的拥得 而他在日本的头号粉头 大家知道是谁吗 就是麦田里的守望者 日文版的翻译者 村上春树 春树说 自己当年是上学时 被班上的女同学推荐 看了这本书 觉得主人公霍尔顿 就是一个神经敏感的附加少爷 没啥意思 结果到了中年去重读的时候 他说 完全颠覆了原先对这本书的印象 评价麦田里的守望者 简直就是小说中的神作 感叹自己无论如何也写不出 这么牛的作品 村树眼中 麦田里的守望者到底神在哪 首先 赛林格在文本中 安插了无数的暗号和隐喻 就像音乐作者不露痕迹地铺垫了很多作为背景存在的音符 听者可能会忽略它 但仍然能感觉到它作为乐曲带来的深度和厚度 所以很多人看完觉得这本书真好 但是呢 说不说它好在哪 第二 他觉得这本书里的人物 除了叙事者霍尔顿之外 听霍尔顿倾诉的他的哥哥 蒂毕也是赛林格的分身 赛林格在自己的书里直接人格分裂 分身之间在互相对话 不止如此 村叔甚至认为包括霍尔顿讨厌的那些同学 包括他可爱的小妹妹 其实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分身的色彩 我们只看表面 以为这本书写的是一个少年和周围人之间的矛盾 但在村叔看来 是一个人自我内在的矛盾和冲突 他不认为霍尔顿是青春叛逆的代言人 他其实是一个不安的灵魂 这本书就是写一个人的自我斗争 摸索着寻找存在方式的过程 村叔专门写了一本叫做《赛林格战记》的书 就是在讲麦田里埋藏的谜 以上这些都是他在这本书里写的 他还说麦田像测试读者性格 理性或感性的酸碱势指 你喜欢或者不喜欢麦田 不是麦田的问题 是你当下心境的酸碱性和它不搭吧 那么不知道接下来的这两位第一次读麦田里的守望者的年轻读书up 他们的酸碱性又和这本书搭不搭呢 哈喽 大家好 我是阿丁 哈喽 大家好 这里是鸽子 我还挺喜欢这本书的 就感觉这本书还是比较好读的一本书 因为男主角的设定是一个男高中生嘛 所以作者在表达他的一些观点的时候 他的姿态相对来说放得比较平等 接受起来比较舒服的一个状态 那你身边有没有想法这样的人 我大学期间就是关系最好的一个异性朋友 因为他今年大学刚毕业就是他其实是有点无所事从的 然后他就没有选择直接去找工作 他选择在寝室里面就日夜电脑开始写小说 这个是他儿童时期的一个梦想 但他当然也没有写出来什么 他现在已经完全放弃了这些事情了 他的很多行为就是偏理想主义的嘛 然后我就去问他 我说你会不会喜欢曼天的守望哲 他确实觉得会有一些的相像 然后他还是喜欢这本书的 我在16、17岁的时候 跟霍尔文的经历真的是非常像 他是被退学了 但是我16、17岁的时候有过休学的经历 啊 这样吗 所以我当时读这本书的时候 带入感特别的强 我真的非常能理解霍尔文的心情 所以我希望他不要完全放弃自己 这个愤怒啊 焦虑啊 这一部分的自己 会更希望他在以后的日子里面 不完全融入到普通的这个大人的世界里面 但他本来就是开工的结局 对 所以我更愿意那么想象 自己希望 读完这本小厨有没有什么你特别喜欢的任务 特别希望男主的妹妹Phoebe 男主在外面经历了很多事情的时候 就他很想向别人诉说这些事情 但他找不到任何人可以诉说 他就会很希望能跟妹妹讲这些 然后他妹妹也很乐于倾听他哥哥 觉得如果有一个完全接受你完全可以理解你的一个人 真的很好 就谁会不想要一个Phoebe这样的妹妹呢 但是我个人而言 这本书里没有一个特别喜欢的角色 因为这里面可以说是分了两派 一个是大人的世界 一个是小孩子的世界 大人都有点凡人 所以其实我也不怪霍尔文想要离家出走 不把我当理解 他就只有一个妹妹 但是我为什么不喜欢妹妹呢 就是我个人不是特别喜欢小孩 不过最后也是她的妹妹给到她的一些救赎 可以说是拖累了霍尔顿 但是同时我也会觉得 可能还有一些选择留下的原因是因为她自身 我觉得她是一个有点懦弱的人 所以她最终还是选择恢复原来的生活 我也有想过她的这个胆小懦弱性 但是我个人希望是能好的 你希望她能够成为你身体里面探紧的一路本 然后带着她的书套 对 这本书整套读下来 可以说是我近期读过最认真 然后带入本最强的一本书 我们这个年轻的人可能都会多多少少 会找到一些共鸣 现在的年轻人应该看 麦天里的守望者吗 因为我本身是高中卫老师 每天接触的小孩年龄都跟树里的主人公霍尔顿差不太多 所以这本书看完之后我内心的情绪还挺复杂的 首先霍尔顿就是我们常规意义上说的那种刺头少年 学习成绩不好还到处挑事 如果我的班上有一个这样的小孩 我的头肯定会非常的疼 当然因为你看书是可以看到他的生活的 你会发现生活里霍尔顿其实是个很善良的人 那霍尔顿的刺儿呢 更多是表现在他很不麻木 他非常在意自己身边的人和事儿 并且会对成年人世界里的规矩呢 表现出不屑 因为我当老师这几年也观察学生嘛 我会觉得他们好像越来越不霍尔顿了 尤其是下课的时候呢 你会感觉教室里非常安静 就是比上课还要安静 大家在干什么呢 很多人在玩手机 更多的是沉浸在手机里的世界 关心手机里面的人和事儿 然后对于身边的人发生的一些事儿呢 他可能反倒没那么关注 很缺少了我想象中少年 应该有的那种朝气蓬勃了 嬉笑怒骂了 这些都越来越少了 所以针对这些的话 我觉得年轻人还是应该看一看 麦田里的守望者的 你看一看霍尔顿生活里的那种浓烈的色彩 他对万事万物的那种批判 满于观察 当然我是希望你能够学会的是独立思考 而不是万事都去先否定 我希望你不是烟酒不离手 而是学会呢 有点批判精神 有点叛逆的感觉 但想去玩火 千万别掉到火里 作为一个成年人呢 看完麦田里的守望者这本书呢 我也在回想 我小的时候 是不是也像霍尔顿那样 充满了刺的那种状态呢 就充满了叛逆精神 看啥都不顺眼 那到底是从什么时候 我变成了那个 没被麦田里的守望者守住 掉下了所谓悬崖的那个少年呢 所以你是一个已经掉下悬崖的少年吗 还是有幸仍然在麦田里边 肆无忌惮地奔跑着呢 一本真正的好书啊 有的时候真的是有能力 成为你的人生坐标 你可以通过阅读它 得到不同的感受 来知道你的人生阶段 具体处于哪里 所以个人来讲 我还是建议啊 就年轻的朋友可以趁早阅读 就你只要跟霍尔顿同龄了 十七八岁的话就可以读了 方便你mark一下现在的自己 但如果你跟我一样 就年事已高的话 读一下你也会惊讶地发现 这本书并不是你以为的那种 没有深度的中二少年的叛逆日记什么的 完全不是 这次重读的时候 书里边让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 其他up也提过啊 就是那句著名的 一个不成熟的人的标志 是他愿意为了某个理由 而轰轰烈烈地死去 而一个成熟的人的标志 是他愿意为了某个理由 而千功地活下去 以这个标准来看 我大概已经是一个 千功地活着的成年人了吧 但是话说回来 难道成年人就不能留住 自己心底的那个 一点点纯真的干净的少年心吗 这本书题目里边的麦田啊 就象征着我们每个人 心底的那份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个事呢 这个事呢 要从塔塔的抽奖箱说起 看我塔塔视频的人应该都知道他有一个抽奖箱 然后这个箱里呢有五十个球 每个球里面呢都有一本书的封面 塔塔每个月的月底会从这五十个球里面抽五本书 作为下个月的必读书目 然后他就跟我们说 他说这个抽奖箱太好用了 劝我们每个人都买一个 所以我跟猫佑 还有小炮 我们三个就一人买了一个抽奖箱 然后后来呢就觉得 嗯 给自己给自己抽太没劲了 所以说就决定我们互相抽 我呢是给塔塔抽 然后小炮呢是给我抽 小炮呢已经给我抽完了 我要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的五本书 下面呢就轮到我来给韩总抽出 他下个月要看的五本书 这个球团在里面要晃一会 第一本 毛母的这本 我也超级想看毛母这一本的 说不定下个月可以一起看 第二个 两全其美 看起来应该是个小说吧 两全其美 慌一慌一慌一慌 来一本社科 哦 陈寅真的照难动 感觉都不错 这是什么 这个是朋友之间 朋友之间 最后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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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本可奥读了 笔 我给他抽的这基本也太好读了吧 不用谢哦 首先第一本 是这个 爱德华巴纳德的堕落 这个呢 是毛母短篇小说全集的第一本 它是理想国出的 理想国这个这个系列应该是出了四本 我在年少无知都不知道清醒指示什么的时候 就入了三本 其中这个就是其中一本 其实这里面的故事呢 我看了一下目录 嗯 我大概是读过三四个故事吧 是在 蒙姆的另外一本书《夜之正颤》里面读的 嗯 我在读那本书的时候 我还挺喜欢他那里边的故事 所以说我对这本书也挺期待 嗯 虽然说很厚 但是我感觉应该挺好读的 接下来的一本 是这个 两全其美 作者是梅尔梅洛 然后这本书呢 它是有十一个短篇故事组成的一本书 也是小说 小炮真的是对我太好了 接下来的一本呢 是这个作者呢 是陈云真 陈云真呢 他是一个台湾作家 然后这本书 这应该是有三本的一个系列 这个是赵南东 还有一个呢 是夜行货车 还有一个将军族 这三本我都入了 然后抽中了这个赵南东 其实我还挺期待的 就当时陈云真还挺挺火的 这个风特别大 所以说当时我也是买了 但是一直都没有时间读 这本也是一本小说 是一本短篇小说的合集 很期待 接下来的一本书 是他们看过之后都推荐的一本书 就是这个B 它应该是一本恐怖类型的 推理类型的小说 也是小说 太幸福了 这本书呢 是史上第一位 日本恐怖小说大奖和江湖川乱部奖 双料得主的成名作 作者呢是曾公归界 就是他的成名作 这个作者其实还挺出名的 然后这本B呢 据说比较恐怖 我对这个类型 就是恐怖类型的这本书 就还挺挺害怕的 但是又是推理又很期待 所以说就是又怕又期待的这本 接下来的一本不再是小说了 是一本书信集 叫做朋友之间 这本书呢是汉纳阿伦特和玛丽麦卡锡的书信集 书信集应该也挺有读的 这个汉纳阿伦特呢是20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 然后玛丽麦卡锡呢就是当代美国的重要作家 很厚 但是书信集应该挺有读的 我就怕他翻译不行 等我读完之后才跟你们反馈 以上呢就是小炮给我抽了五本书 有四本小说一本书信集 我真的是太开心了 特别幸福 接下来呢就是给塔塔抽书了 我们抽奖箱已经准备好了 请问也准备好了 在这之前 我先擦个手 消消毒 有点仪式感 好 要先摇一摇 第一本 如果是抽中我有的 咱们俩就共读 是这本 张爱玲的新书留言 据说这个封面是他自己设计的 这本书还挺喜欢的 第二本 现场直播啊 如果是抽到难读的时候 我是不会放放回去 第二本是 王尔德的 这个道林格雷的画像 哎这本书可以共读 这本书我有 第三本 我天哪我真的是对你太好了 第三本是余华的活着 不过这个活着你居然到现在都没有读 真的 你错过了很多 这本特别好读 宫崎俊的龙猫的架 龙猫的架 龙猫的架 你这手气真的是 我就不该擦手 接下来了一本 天哪 阅读是一所随身携带的避难所 这本书也很好读 这本书我有 我们可以共读 好了 以上就是我给他俩抽的五本书 哎呀我对他太好了 我天哪 感谢韩总冒选书 那看一下我9月要读的这五本书得哪些吧 第一本是张爱玲的这本流言 这本应该是一个散文随笔集 这是新天典新书的版本 里面还有一些插图 流言这本书我真的很早就想读了 之前买了一套张爱玲比较旧的那一套全集 一直想要读完 但是一直没有读完 那这几次机会就可以把这本流言给看完 那还有一本也是我买了很久一直想要读的书 对 我还没有读过余华的活着 余华我读的书不多 只有读了一个短篇小说极限是一种 还有它的新书文成 那这本活着真的太有名了 我也是怕我自己看完了会受不了 所以也感谢小韩帮我把这本书给抽中 这样我就有机会把这本活着看完 然后还有一本《许三观卖水机》 希望我看完这本活着还有力气去看那一本 这次小韩给我抽的书都还蛮经典的 下一本是王尔德的《道林格雷的画像》 这本书我也是一直很想读的 下一本非常经典的这本书 就是毛母的阅读是一座随身携带的避难所 这本应该是一个毛母 关于文学的一个读书随笔 里面有这个《怎样读书才有乐趣》 《怎样的人写出》《怎样的书》 我还蛮感兴趣他写 就是《唐吉赫德》的 这本也是好评如潮的书 那还有一本真的非常感谢小韩帮我抽的一个绘本 算是一个绘本加随笔的结合体 就是宫崎骏的这本《龙猫的家》 这本是新经典出的 里面有很多配图 还有一些宫崎骏的手稿 然后里面还有他的一些随笔 就还挺好读的 那再次谢谢韩总帮我抽了这五本书 我会好好的把它们读完 大家好,我是塔塔 今天我要给猫又抽他的九月代读的五本书 他的书单我看了一下 有很多书都可以共读 那我们来期待一下到底是哪五本书吧 首先第一本 一本诗集 属献献的夜 第二本 哦,是一本韩国文学 这个杏仁 这两本都很好读 这四本都很好读 这三本 这是什么 这是《寂寞的游戏》 这本我已经读过了 这是《寂寞的游戏》 第四本 是川端康城的《遥远的旅行》 这四本都真的很好读 希望来一本社科的 最后一本 什么 这本我不太认识 这本是《我们内心的冲突》 那期待猫又这五本书的读识反馈 野猪猫又酒又演 越读愉快 拜拜 谢谢塔塔 真的是亲姐妹 亲姐妹都没有预期 这期塔塔给我抽的书 在我来看应该是超级好读 现在就跟大家说一下这几本书 首先是这本《属星星的夜》 其实之前在开箱视频的时候有聊过 它是一本诗集 对,这个作者已经去世了 然后而且她生前的时候应该就是都生活的比较苦的那种 所以这本诗集可能读起来会不是很开心 刚好我想要读诗集,非常棒 然后下一本呢是这个《杏仁》 也是之前在开箱视频里没有读过 它是张某汉历剑的一本书 当然张某汉在基本上已经射死了 但是呢我们也不能说因为他射死了 所以就他之前推荐过的一期我们都认为是不好的 这本《杏仁》到底好看还是不好看呢 回头看完之后再跟大家讲 然后接下来呢是这本《寂寞的游戏》 这个《寂寞的游戏》呢是《浩浪华语文学院》里面我最想看的一本 作者是袁哲生 这本书为什么最想看但是一直都没有看呢 就是因为看过的人跟我说这本书特别的治愈 就是啊就会让自己整个心情都很荡很难过的那种 然后作者 他没有人跟我说说看过这本书之后 就很明显的感觉到这个作者会自杀 而实际上这个作者确实是自杀 所以这本书还是需要鼓起勇气去看一下的 然后下一本书呢是 《遥远的旅行》这个其实之前在开箱的时候也跟大家聊过 然后这本书其实我还挺感兴趣的 因为之前小韩有问过我们一个问题 就是说如果书中的人三观不正 那么会不会影响你对这本书的评价 他当时之所以会提出这个问题就是因为看了这本书 然后我个人呢对于文学作品里面的三观 还是持一个比较宽容的这样的一个态度 所以我想看一看这本书里面的三观 我到底能不能够接受 然后最后一本书呢是一本心理学的书 叫做《我们内心的冲突》 这本书可以说是一个长销书了 因为它已经卖了2000万册了 就一直在卖 可以说是读心理学必须要读的一本书 然后这本书其实我最近刚刚也很想读 他讲的呢真的是像他的题目所说的 就讲的是内心的一种不断的矛盾 不断的冲突 是如何通过这种冲突最后进行一个自我和解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情况 我自己就经常会这样 就这几天的时候会特别特别的想自律 然后自律了一段时间之后 又会觉得啊为什么生活这么苦 我好像躺平 然后躺平了两天之后就会觉得 自己怎么这么不思上心一点都不自律 然后就感觉自己好多的事都压了过来 整个人变得特别焦虑 其实翻译过来就是整个人 特别的拧本 然后这本书呢可能就会很好的解决 关于我拧本的问题 到底能不能解决呢 等我把这些书全部都读完之后再告诉大家 OK 现在我们开始要读书了 第一本 《罪与法》 恭喜小胖老师 第二本 你看这是什么 《弗兰德镜子》 哎这本可以共读啊 第三本 《世界尽头的咖啡馆》 这本挺适合的 第四本 第四本 都从我的书架行找下来了 首先 这本《罪与法》 这个据说是一个环环相扣的故事 我之前还是看猫佑的视频 种草的 我诚挚的邀请他 下个月跟我一起共读 然后《世界尽头》咖啡馆呢 据猫佑说 看完之后 会有一种充满能量的积雪感 不知道能不能达到这个效果 最后一本就是这个 第十二页 哦 有点反光 第十二页是我之前跟你们讲过 我买的那一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的那一套 莎士比亚超级精美的 今年我不是想看莎士比亚吗 所以冲出这本我还挺开心的 嗯 除了两本比较厚的之外 剩下的还是挺不错的吧 不知不觉呢 2021年已经进入到最后一个季度呢 在日历本上呢 过去的日子已经有这么厚了 剩下的日子只剩下这么一小达了 我呢 已经开始为明年的什么读书计划呀 手杖啊乱七八糟开始做准备了 比如说我也已经提前呢 准备好了明年我要使用的日历本 今年我用的呢 是企鹅书店的这一款 然后明年我给自己准备的 就是这个大英图书馆的这一款 然后他这个日历给你们展示一下哦 就是是这样 然后里面每一页呢 都是一张图片和日期 上面还带一个小的二维码 这个二维码呢 扫完之后呢 就能够看到这个图片背后的一些小故事 嗯 听起来还是很长知识的 虽然我非常清楚 我肯定不会按照计划中的那种 一天一夜一天一夜 老老实实的扫来一看 嗯 虽然已经开始为明年做计划了 但是今年的最后一个季度呢 依然是想给自己好好的收一个吻子 所以在今年的最后一个季度里头呢 我塔塔小寒猫又呢 依然是使用那个抽奖箱 给对方从50本中呢 抽出来10本 来列入到最后一季度的代读 哎 那这个季度呢 是塔塔来帮我抽的 她到底帮我抽了哪些呢 让我们来通过这个视频了解一下 接下来我要给小方抽她的10本书 我看了一下她的书单 最后的那本应该就是沙丘了 希望我能给她抽中 第一本 大书特书 第二本 让我独自一人 这两本书我都没有见过 第三本 啊我喜欢的雷蒙德卡佛的 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谈论什么 第四本 读库的这个小哲学系列的盗窃 第五本 啊夏日迟除 这本可以共读啊我也有 第六本 第六本 这本真的是太水了吧 书店时光 这本翻翻很快就能读完的 第七本 莎士比亚的理查二世 下一本 小话西游 还差最后两本 一起抽出来吧 就他们两个啦 有没有沙丘 这本是 是 建物 是AS巴格特的 还有最后一本 嗯 不是沙丘 是世界杂货店 啊我感觉我给大家抽的这十本 太好读了吧 嗯那就这样吧 毕竟他是上一个月挑战了凡人之心 和沙与法两个大不头呢 那就这样吧 拜拜 塔塔帮我抽的书呢 已经从我的书架上找出来了 然后我放在我面前啊 四本呢是相对来说不那么故事性的 六本呢是故事性比较强的书 综合来看还是非常好读的 首先这本呢是我最想读的 叫大书特书 这个书我刚买不久啊 我是看桃子的视频种草的 这个作者呢本身就是一个读书的狂热爱好者 他老给自己设置一些读书挑战 比如说闭着眼从书架上摸一本书 哎你等一下 闭着眼从书架上摸一本书 这个挑战其实不是特别大呀 因为你摸的时候是可以摸出薄厚的呀 哎我之前听的时候我觉得挺有挑战性的啊 现在那么一想就摸薄的呗 也没有什么风险啊 反正这个作者就有很多那个 跟读书啊爱书相关的一些小事 哎然后我就特别喜欢看这种东西啊 然后所以我就入回来了 叫大书特书 如果好看的话到时候我告诉你们啊 然后接着要书店时光 是书店相关的一本书 我就特别喜欢逛书店 我估计看我视频的你们也应该挺爱逛书店的 要不然不能点进来看啊 然后所以这本就自然而然嘛 因为书店所以买的嘛 然后小话西游是刘伯的 刘伯去年的那个司马迁的记忆之一 我真的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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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喜欢 你们能感受到我的强烈不 啊就是大家一定要去找来一看 无论你是历史小白还是历史小白痴 比如像我这样 你都可以读懂并且get到历史的有趣 然后小话西游肯定讲的就是跟西游记相关的一些故事嘛 四大名著呢你们看过几本 反正我是除了三文演义之外呢 剩下三本都上学的时候就胡罗吞澡的翻完了 我都觉得不能叫看吧就是翻完了 啊然后说到这里我就忍不住叨叨了 跟大家讲一个故事 我小时候啊 有一次放暑假还是寒假不记得了 应该是暑假 然后呢我爸去学校开家长会就期末的时候 那老实说再去做夜市看完西游记 然后那个西游记我爸就把这个任务当真了 他要求我每天晚上在晚饭的饭桌上给他讲两张 哎然后但是那西游记我就不明白 那四八名著就对于那个初中小孩来说真的能读懂吗 那不都闻眼闻吗 我就是真的看不明白 所以我每天呢都跟着这个电视 哎看两集电视剧 因为我都在我奶家我爸也抓不着我 然后我把那个电视剧的情节讲给我爸提个一遍 哎然后也就这么糊弄完了一个假期 我爸还挺满意觉得他任务完成的挺好 但其实我是把那个电视剧从头到尾又看了一遍 然后小话西游就是小时候就看一热闹呗西游记 大了之后我看过老多解读了是什么西游记其实本身是个悲剧 不知道刘伯咋写的 然后盗窃是读库的哲学系列就是哲学吧 我感觉可能就真不咋适合我 这套书呢他的设计呢或者他的选题就已经非常有趣了 但是我看过那一本呢我觉得也是挺难读的其实啊 反正这本就是抽出来的嘛买都买了嘛肯定是要硬着头皮给他看完的 别看他薄可不好读了呢 然后小说类的哈第一本 哎这书这么轻 就是我看乌鸦的那个视频种草的我知道他挺轻的 但我还是拿起来的时候给我晃了一下 是一页的这个让我独自一人爱的剖析啊非常精美的一本小书 有衣水仪一页家出书是真的非常的精致啊拿在手上他这个书挺薄的 其实就是跟那个爱情像三观的一个书 嗯他那个塑封上面贴了这么一张纸让我撕下来放在我的书页里头叫 读白书写的经典二十世纪女性文本的里程碑 百年来数度在版几代读者情感共鸣啊 然后反正就是跟爱情像相关的一个读白书哈到时候再说 然后这个理查有点反光哈 理查二世沙士比亚全集天津人民出版社 这套书我已经看了两本还是三本了 本本都觉得非常非常值得一录 沙翁的这一套哎对呀我当时怎么没把沙士比亚那一套 加入泡沫杯的那个读书活动的代选啊 然后反而沙士比亚这一套今年我肯定是读布了完了 但是这个版本真的强腿就是天津人民出版社 什么纸质啊装针啊 然后包括说翻译啊包括说插画 包括说最后的那个就是解读 我觉得都是完美的哈无可挑剔 好然后这个是新经典家的 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卡佛 是塔塔特别喜欢的一个作者他给我安利过超级多次 他说大教堂里头有一篇叫洗澡的跟这个里头这个洗澡的故事是一样的 但是大教堂那个里头会更全面一点 因为卡佛其实他不是属于叫什么极简大师吗 但是卡佛自己本身是特别不喜欢别人叫他极简主义大师的 因为他说他好多故事本身不是那么极简 是他的编辑呢帮他删掉了就是为了展示这个风格和人设吧 那所以我估计那个大教堂里的洗澡比这个长 就是因为可能编辑删的少 如果这个看完之后我喜欢的话我就跟塔塔借一下他那本大教堂来一看 他肯定会借给我的 然后这个敬物就是拜厄特女性四部曲吧 其中的一本女性主题上的书我还是比较喜欢看的 然后有没有看过这个拜厄特的那个四部曲里头 你们有没有看过觉得哪一本比较好看的 我看那个巴别耙得有这么厚吧 所以就迟迟没开展 从敬物开始看一下的话还是不错的 然后这本是夏日 这字你们认识吗 哎 赤处 太有文化了一点也看不出来 是录视频之前现查的 赤处是啥意思呢 就是慢慢慢慢走有点犹豫的那个感觉 然后夏日赤处就夏天在外面散步呗 虽然现在已经是秋天了 我都穿长袖了 然后他这个故事呢我搜了一下 特点就是苦 非常苦 然后里头是什么充满了血泪伤痕 我还挺喜欢看这种虐心向的故事小短片的 然后最后一本呢是世界杂货店科幻小说集 你们觉得看科幻必须要看的一本是什么 就不能错过的那种 我去年有一段时间 还有今年都在补一些科幻作品嘛 然后实在是觉得那个特别的对我胃口 然后我就问了群里的一些小伙伴 让他们推荐几本给我 这个是我忘记谁推荐给我的 说特别好读就是不容错过的那种 26篇应该是短篇小说类型向的 这个世界杂货店 好这十本呢就到这里了 2021年的最后一个季度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给自己列什么读书小计划 无论你是参加泡沫杯 还是自己给自己抽抽球 或者是怎么的都行啊 然后大家在2021年也要坚持读书哦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我双十一其实没有买什么书 主要都是在忽悠大家买书 我自己买呢就买了一套肉鲜之前 一直在安利的大唐迪宫案 其实原来也没有很想看 但是因为他一直说很好看很好看 不知道到底有多好看 然后就是莱姆的机器人大师 女士大师 那一套 然后以及米格尔街 然后凑单还买了一本本亚名的单相街 所以这里边其实我最期待的 还是肉鲜推荐的大唐迪宫案 大家好 我是肉鲜的黑曲曲 我偷偷的看了一下肉鲜的购物车 想想他双十一还要买的书 我简直是头疼 这个人怎么又要买书呢 他想买一文的佛洛姆七侧的一个小盒子 奥斯丁的一个负面的金装是和企鹅一起合作的 他一直在修外国文艺这本杂志 所以出到了第五册他也要买买买买买 然后在逸林的书呢他其实已经买了很多了 所以他就想查缺不漏看看有什么巴恩斯的书 没有买全的就买一买 然后除此之外还有理想国的那猫那人那城 据说是流浪猫的故事 所以我也想看看 还有肉鲜非常喜欢的一个作者 和译者一起合作的一本书 那就是布鲁玛和何宇佳小姐姐写的日本最后的前文年代 这一套书呢也是理想国黑拱门系列的第五十本 还有另外一本是阿富汗仿古刑迹 还有一本就是关于卢旺达大屠杀的 叫做明天我们一家就要被杀 我觉得肉鲜看的书实在是太多太炸 反正都是我的家业我就认认吧 嘿大家我是光明思宁的陶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双十一 我的购物清单以及欲望清单 首先我已经放在当当购物车叙事待发 到时候领个圈马上就要带他回家的书 有哪些呢第一名当然是我最喜欢的阿加莎克里斯蒂的 蒙虾启事再下一个要买的是波罗圣诞探案记 因为马上就要到圣诞节了嘛所以我找的比较应景 然后呢是上野千赫子的一个人最后的旅程 本来我还想买他的那个父权制与资本主义 但是因为乌鸦说他有他会借我 赶快看完借我哦 再下一本呢是一间自己的房间 还想买的一本呢是Elena菲兰特的碎片 因为我对他的《纳布勒斯四部曲》真的非常非常喜欢 但是呢因为这个碎片讲的并不是一个小说 而是一个类似散文集这样的 我觉得可以更好的去贴近这个作者本人的心理状态 最后一个要买的呢就是《名侦探柯南的九十七》 你们知道我们家的狗子为什么叫柯南了吧 哦 接下来呢就是我放在淘宝收藏家里的书 因为就是现在这个小甜甜不太够嘛 首先呢是这个企鹅不闻经典的简奥斯汀的作品 标人的漫画 伊藤任二的这三部也是大陆简体中文版 迪士尼大师系列的石膏指的光辉岁月 再下边呢是《哈利伯特》 首先呢是这个英文版的 再下一个呢是《哈利伯特》的前四部的一个英文的绘本 《布达佩斯大饭店》的这个原画集 《天势红河暗》 台版叫《赤河练影》 还有一个小品牌的是《纳布勒斯》的四部曲的 《布面精装豪华版》 《新兴出版社》的《阿加莎》系列作品全85册合集 最后一个呢就是《夺来梦》的电影的全集 还有它的一个原画集 哇这两本书一个450一个500 哎我的妈呀太贵了 奴隶赚钱总有一天会实现梦想的 哦嗨我想那样 然后我的购物车数量会比较少啊 只有六本书 大部分是一些短片 《乙医的动物园》 还有《讲妖精故事的怪谈》 以及一本《银河系边缘小市场》 我最近比较喜欢看这些可能 会有点激发人家想象力的恐怖的一些故事 还有类似传记类的 一个是犯罪计时类的 叫《统川跟踪狂杀人事件》 我在网上看到别的UP主 有做过这本书的视频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所以就买来看看 另外一本是《十年一叫电影梦》 《李安传》 还有一本是我最期待的 《北野武的小酒馆》 最期待的原因很简单 因为我很喜欢北野武 我也很喜欢小酒馆 嗨大家好我是依依 双十一你们都买了什么书呢? 俗话说的好 双十一不买书 要买就买套装书 我说的我说的 今年双十一呢 我就买了两套 《垂涎已久》的套装书 第一套呢 就是我最喜欢的 日本推理小说作家 横沟正史的《金田一》系列 这套南海出版社的 十本装的系列 最近也是风非常的大 于是我就趁我还能买起的时候 赶紧入手 抱着一种 买理财产品的心态去买着它 第二套呢就是《沙丘》 作为一个从来都不像科幻小说的人 我还是依然决然的买了这套书 大家看完电影《沙丘》一般的反应都是 电影真是太棒了 而我在看完电影之后 满脑子都是 《天茶》真的太帅了 它那件大衣到底在哪儿买的 真是太好看了 反正这套书就是 你别管我看不看 反正我一定要有的一本书 接下来这本呢 是《夜真中显》的《不禄》 我刚刚把绝角看完 真的是非常的好看 所以我立刻就下单了《不禄》 这本书我现在真的期待直拉满 它要不好看的话呢 我就做一个吐槽视频 反正怎么都不会亏我觉得 最后这本是《莲城三纪炎》的《一朵截梗花》 这本书真的可以说大名鼎鼎 我在B站跟视频以来 给我推荐最多的一本书 就是《一朵截梗花》 别的up主都是给你们种草 我呢是被你们种草 而且在下单这本书的时候 我发现这本书是新京出版社销量最高的一本书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期待了 好了以上就是我双十一的购书清单 不知道你买了什么书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和弹幕区跟我留言分享 哈喽我是欢欢 其实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购入新书了 那趁着双十一的话我打算买两本 第一本呢是《歌剧魅影》 其实这个故事我已经看过 由它改编的电影和音乐剧很多遍了 主角魅影呢是一个孤独又自卑的黑暗幽灵 常年佩戴的面具之下 其实是它的难以言说的痛苦 可是它的嗓音里啊 却藏着一位不计偏才的深情 在这个故事里那洁白的婚纱 诡异的镜面 还有蜡烛啊小人偶啊 这些异象都经典极了 那前两天在网上闲逛时 我看到了原来这个还有原著在卖 我也想看看我读完这本书以后的感觉 会不会产生什么新的想法 那另外一本呢是沐昕老师的诗集 云雀叫了一整天 我以前只是在网上看看沐昕老师的诗 虽然也有摘抄 但是毕竟没有白纸黑字的触感 总觉得离这位老爷爷还是有些远 也少了一份虔诚 那希望我们都能够在互联网时代 保持一份诗意和善意 记得早先上年时 大家诚诚恳恳 说一句是一句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小炮双十一到了 要给大家晒一下我的当当购物车 是24本 24本里头呢 我数了一下应该只有五本小说类虚构类的 然后一本是图像扫说类的 注件它是图像小说比较特殊 它是把鲁迅的一个经典作品 做了一个图像化的改变 并且乌鸦看完之后也说很中草很不错吧 要不然这么贵的书 谁能这么当机立端的买吗 当然主要大家评价都很好嘛 然后上下的这个非虚构类 首先就是创作者的一天 东京本屋 认识电影 花衣摩底手 企鹅经典的小黑书特辑 我是漫画家 然后村上广播 书店不死 下面最后这个里头的三本 就迷人的怪物啊 柏拉尼奥的肖像 包括说雷蒙德卡佛的访谈录 迷人怪物是我这次最期待 最想买的一本书 最后剩下的几本 是一个女性天才系列 女性天才系列里面 就是很多女性的作者 比如说阿特伍德啊 然后再加上比较熟悉的 我知道的杜拉斯 苏珊桑塔 苏珊桑塔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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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作者的我也还挺感兴趣的 好 然后这个购物车的分享呢 就是盘点就到这里 嗨大家好 这里是猫耀 其实这次双十一也没有打算 要买太多的书 因为看过我视频的人知道 平时我这个手就没有停过 就不停的再买买买 所以这次双十一呢 就只是把最近种草的一些书 想要买的书收回来而已 套书的话其实只有两套 一套呢是追忆四水年华 另外一套呢就是中国行事审判指导案例 不得不吐槽为什么这种专业类型的书 它打折打得这么少 然后其他的呢就都是一些单本的书了 比如说像《成年人的缓缓生活》 还有《海边的房间》 《他们》 《爱丽儿》 还有《明智的孩子》等等 这个《赤架案例》的书 有《在西瓜堂里》 《灵魂兄弟》 《真图基》和《不安之夜》 就基本上这一些吧 然后分虚构的书呢 这次买的也不太多 完全都是自己喜欢什么类型的 然后就去买一下 一本是《关亚基》《印第安编年史》 还有一本是《印度青年狂象序》 还有一本是《精英的奥曼》 对基本上就是这样 就总体来看 其实我觉得还不是很多 然后这其中有没有你喜欢的书呢 然后欢迎告诉我你想要看哪本 然后我跟你一起看 我们就共同阅读 然后共同探讨 哈喽哈喽大家好 我是Grace 双十一的图书购物清单 有两本书是我特别想买的 有一本呢叫《逛动物园是件正经事》 这本书其实去年我就已经加到购物车里了 但是后来我把它给忘了 今年呢因为在看那个综艺节目 《向往的生活》 我就看到史航老师推荐了这本书 当时呢他就说 与其你去看一些经营管理类的书籍 你不如来看看这本《逛动物园是件正经事》 因为其实像《动物园》这样的一个生态啊 你想真正把它运营的非常的健康 就是要又有秩序又有自由 它就跟企业的管理是特别相似的 我就特别想通过跟着这个《作者花石》 去到全中国的各个动物园去逛一逛 一方面了解更多的 关于动物园和动物们的科普知识 另外一方面呢 也找回一下自己为数不多的童心了 然后还有一本我特别想买的呢 叫《这里是中国》 我相信可能在最近两年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真正的意识到了说咱们生长在中国的这片广袤的土地上 是一件特别幸福 特别幸运 或者说至少是特别有安全感的一件事情 但是啊 我发现我好像不太了解自己的祖国 所以我特别想看看这本书《这里是中国》 来了解一下我们的一些地理知识 人文知识 我们的中国特色 以及我们中国的一些非常强大的生产力建设 当然了 还是因为这本书 其实它本身也不是特别的便宜 所以呢能够在双十一这样有活动的时候去购买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比较划算的选择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你们的小韩 接下来呢我们就换个角度看一下购物车里有哪些书吧 首先第一本就是《毛母传》 还有就是《精神科的故事》 《遗案里的中国史》 给你看一下它里面有一些历史上的悬疑案件 《雍正暴毙之谜》《龙骨的秘密》《晚明三大暗谜团》 《太平天国的宝藏去哪了》 《寒信之死一斗重重》之类的 听起来就特别吸引人 还有这本《中国的神兽与恶鬼》《少年胭脂与灵怪》 然后这个《他们的传奇》是后浪的《中国的海贼》《海外中国研究》 我这本是城市里的陌生人讲的是中国流动人口的空间权利与社会网络的重购 然后这个《记忆的性别 农村妇女和中国集体化》 这本在我加入购物车之后它就不怎么搞活动 这一次终于搞活动要买掉它 《迷路云》是沈大成的一个新书 什么也别说 这本书据说是很好看的一个计时作品 这个是《肉事不笔》 这本随笔吧应该是 《朝鲜战争》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吧 就前段时间那个《长津湖》特别火 所以就想了解一下《朝鲜战争》就加了这本 也许你应该找个人聊聊 然后《至深室内》是《最近挺火》的一本书 接下来就是《季风吹拂的土地》《故宫三书》 然后接下来的这三本是梁石秋的 《散文》《合集》三本一个系列的 《海明威文集》 因为我对海明威这个人确实是挺感兴趣的 他又是水手 又是作家 然后又是士兵 还当过间谍 这一生应该是有挺丰富的人生经历 所以就想买他的全套 然后接下来是《金色笔记》 然后《日本营造之美》这个第二集 《暗影》是《居水月在首》 那个纪录片的一个导演陈传星 她的一些电影感想 还有这本《有生之年一定要看》 《1001幅画》 美股市长这个是托卡尔丘克的长篇小说 然后接下来是《伟大的博物馆系列》 这个是17到31卷 然后1到16卷我已经拥有了 这次就想补齐 接下来就是《汉清堂的内战智商》 这个就是年轻时候加的 就是为了想入汉清堂的全套 接下来是《此时此地》 《马格南街头摄影经典》 《丝绸之路文化丛书》这个 因为有一些书已经绝版了 像《南方》我就一直在等 等到它有货然后就锁定 因为我今年一直在读一些国内原创小说 我想看看他们写的怎么样 所以又买了孙医生的最新的小说 《夜游神》和他比较早的一本小说 叫《你加龙多少回》 然后还有一本是《早春》 另外还买了一本《理想国》出版的M系列的书 另外一本是我等了好久再多抓一条 因为已经绝版了就在等 是伊高尔顿的文学世界 然后当当上买的其中两本叫《高密者》和《名誉》 这两本书是巴斯克斯的书 其实我这次买的书里面最期待的是这两本 一本是《寒冬的奇迹》和《人工呼吸》 所以这些书就是我今年生时已买的 并不是很多 而且很多都是在蹲了很久的旧书 希望今年可以先把这两本书读完吧 其他的书我觉得今年读不读完也没有关系 种草完毕 你们是不是已经感受到一波又一波的芳草的清香呢? 感动不感动? 感动的话就给一个鼓励的三连吧 下次书荒还来找光妹啊